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深夜食堂全5G合集 包括两部电影版 东京的夜繁华似锦 就连一些狭窄的小巷里也是生机勃勃 深夜食堂是个小酒馆 午夜12点开门,早晨7点打烊 因为老板做的食物很好吃,人又善良 所以这里的常客很多 老板精心做了玉子烧,帽子叔和托衣五娘 正在惋惜着剧场关张的事情 此时黑道大哥,龙哥和小弟走进来 小弟说两人刚去帮小瘦瘦平身去了 说有人喝多了在店里闹事 结果他们就将那人的小手指掰断了 而老板给龙哥做了炸香肠 龙哥夹了一个扔进嘴里 津津有味的嚼起来 此时小瘦瘦和同事也来了 小瘦瘦要了份玉子烧和啤酒 然后掏出钱来给龙哥表示感谢 但龙哥拒绝了,让他给员工买点好吃的 而托衣五娘突然在角落里发现个客人遗落的袋子 打开看,里面竟然是个骨灰坛 众人忙合掌祭拜,帽子书让他把骨灰坛送到警局去 说小心招来美韵 而旁边的玉子刚遭了美韵 玉子是一个房产大款的情妇 但房产大款突发心脏病死了 玉子失去了经济来源 帽子书问,大款没给你留点钱吗 玉子郁闷的说,他老婆说他遗书里根本没提我 老板看玉子实在郁闷 就做了个拿破利意大利面给他吃 玉子很高兴,迫不及待吃了一口 味道相当美妙 玉子说,吃到老板的意面 我心情好多了 而此时在港厅内里则弥漫着爱的味道 饭店送餐的女孩喜欢英俊的片井小帅 害羞的站在那里等着片井吃完 而老板将那个骨灰坛带来 交给小帅处理 转天,玉子又来店里吃拿破利意大利面 旁边的眼镜跟玉子聊了起来 玉子还让他尝了一口意大利面 眼镜一尝,果然惊艳 立刻让老板再来一份 眼镜用手将玉子嘴角的食物擦掉 还放进自己嘴里,很是暧昧 结果很快,两人就搞在了一起 还租房同居了 帽子叔等人都很惊讶 不知道在螺丝厂做业务的眼镜 怎么养得起玉子 而老板又精心的给两人做了拿破利意大利面 两人亲密的一起吃面 吃完就甜甜蜜蜜的回家了 哪知没两天 眼镜就垂头丧气的进来 说他被玉子甩了 原来玉子棒的房产大款的老婆 篡改遗书被发现 按照真实遗书内容 玉子得到了一笔钱 然后他就跟眼镜分手了 某天帽子叔和八卦三姐妹正在吃宵夜 玉子进来说请大家吃饭 但帽子叔冷冷的说不用 而三姐妹也指责玉子为何不自己赚钱 为何要跟男人要钱花 玉子见自己不受欢迎 起身走了 他回头说 其实是我配不上眼镜 老板你应该看出来了吧 老板没说什么 只说改天再来吃意大利面吧 玉子出了门 走到附近一家店铺收钱 原来他将那笔钱放了高利贷 这样靠着利息足够养活自己了 每天白天睡完觉 老板就去菜店买菜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右手有些发麻 于是他就跑去骨灰存放处 将那个骨灰坛给领了回来 小岛君很不解 老板说他感觉对不起死者 刚说完 鸡蛋就掉到桌子上 他的手没力气了 小岛君说 不会是受到死者诅咒了吧 女顾客让老板赶紧去看病 此时进来个女孩 见小岛君吃着山药泥盖饭 他也要了山药泥盖饭 还要了烫青菜 炒牛棒丝 煎香肠 然后就狼吞胡咽的吃起来 就像几天没吃东西一样 但当老板端上煮好的山药泥盖饭时 却发现女孩跑掉了 八卦三姐妹很气愤这种吃饭逃单的 说这是趁人之危 此时店里来了个优雅女人 来给老板送米糠酱 老板说这里的烟咸菜那么好吃 就是放了优雅女人做的米糠酱 众人见优雅女人 看老板的眼神很暧昧 追问老板和优雅女人什么关系 但老板只说是好朋友 转天下班后老板一出门就看到了淘胆女孩 女孩请求给老板打工 抵偿那顿饭钱 老板说店很小 我一个人足够了 哪只女孩上去就给她磨刀 手法很是老练 最后老板见她可怜 自己的手又总是发麻 于是就录用了她 女孩叫美智刘 她做的玉子烧 不比老板做的差 小岛君等人夸赞不已 而优雅女人又来了 一个顾客说 优雅女人是新桥高级料理老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让美智刘也给自己做份玉子烧 美智刘精心做了份玉子烧端过去 老板娘一吃之下 味道果然不错 营业结束后 老板给了美智刘工钱 并将二楼的钥匙留给她 美智刘来到二楼 躺在床上 终于有了容身之地 她看着手机里奶奶的照片 思念着乡下的奶奶 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 醒来后 老板带她去买菜 她买了个金丝瓜 用水煮后掏出瓜丝 加上酱油醋和味蓝 客人们吃了后都说很不错 很适合添热吃 而美智刘还买了个风铃 挂在店里 风铃声能驱走一切协会 之后 骨壳诊所的医生来吃饭时 对老板说 您脊椎有些侧弯 可能压迫了神经 导致手麻 并让他改天去自己的诊所 挣挣鼓 结果转天 美智刘买菜回来 就看到老板的手 因为去挣了鼓 所以恢复了 美智刘无奈说 我说过做到老板康复为止的 老板说不着急 而美智刘请求再给他一周时间找工作 某天一个小眼睛进来 要了瓶啤酒 他跟美智刘说 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害我担心 美智刘说 是你先失踪的 小眼睛说 我花光你的存款 是我不对 但我会慢慢还清债务 给你开间小饭馆 美智刘大声说 我不要你的钱 也不要你的店了 老板出来看怎么回事 小眼睛忙咪一眼说抱歉 原来美智刘在老家居酒屋工作时 和小眼睛相识 小眼睛承诺帮美智刘开个小饭馆 结果却花光了美智刘的钱 美智刘说 我受够了 你走吧 但小眼睛依旧不死心 此时小衰出现了 说美智刘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老板娘也对小眼睛说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里已经没你什么事了 你赶紧走吧 于是小眼睛气哼哼的走了 而老板娘将美智刘叫出去 说老板的手好了 这里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说你来我的店里工作吧 还说我并不是要诚心拆散你们哟 美智刘恍然大悟说 你是不是喜欢老板呀 于是老板娘娇羞的笑了 而美智刘为老板磨了最后一次刀 他感谢老板在自己走投无路时帮了自己 老板问他想吃点什么 美智刘还是想吃山药泥盖饭 于是老板用盐波磨山药泥 往里加高汤 然后装上一碗砂锅焖的米饭 最后将山药泥倒到米饭上搅拌 吃起来喷香无比 美智刘相当满足 然后美智刘就去了老板娘的高级料理老店 老板娘尝了美智刘煮的汤 感觉很不错 然后就交给美智刘一张明信片 竟然是奶奶写来的 奶奶让美智刘注意身体多保重 美智刘不禁流下了眼泪 原来这是好心的老板娘 特意帮美智刘联系的 而老板依旧每天给那个陌生的骨灰坛烧香 他将银杏的加开 用盐包一下 众人吃起来觉得很香 小沙和明美来到店里 两人都喜欢做志愿者 总去地震灾区帮忙 冒的书说 看来日本还有希望 某天晚上 小沙来到深夜食堂 竟看到了从福岛来的千三先生 他劝千三别等了 说明美不会来的 小沙跟大家说 千三的妻子死于福岛大地震 引发的海啸 连尸体都没找到 千三伤心至极 而明美总去帮助和鼓励千三 于是千三就渐渐振作起来 而且还爱上了明美 但明美对千三并没有那个意思 三姐妹羡慕的说 要是有人这么追求我 我就答应她 而某天千三也来店里吃饭等明美 老板劝千三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千三让老板不要多管闲事 老板说 我不能让你总来骚扰我的客人 于是千三拿出照片给老板看 照片上明美和千三都绑着个许愿绳 千三说绳子断了 愿望就能实现 他说他许愿让明美幸福 转天明美让小沙 带着他来到千三住的酒店 千三很高兴 但明美却将剪断的许愿绳 还给了千三 说自己不会答应他的 但千三却让明美再好好考虑考虑 明美无奈离开 晚上老板做了韭菜炒猪肝 这道菜也是我很喜欢的 那两个在民政部门工作的同事 吃得很是欢畅 女的说 他刚刚看到一个罪汉 被带去了派出所 嘴里一个劲儿 喊着明美 老板听罢急忙来到派出所 一看果然是千三 于是老板就将千三 领回了深夜食堂 给他做了一碗咖喱饭 千三吃了说 味道太好了 他问明美的咖喱饭 是跟您学的吧 老板说 明美想为灾区的人做咖喱饭吃 就拜托我教他了 千三想起了往事 很是伤感 说自己本不想活了 是明美一遍遍开导他 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说许愿绳就是明美教他编的 明美让他至少活到 许愿绳断开 晚上明美跟同事聚餐 他喝了许多酒 然后趁着醉意 去酒店找千三 明美说 你这样缠着我 我很害怕 我现在怀疑 我做志愿者是不是错了 我现在都不敢做志愿者了 说你这样 已经深深伤害了我 千三默然良久说 那好吧 我会想办法放下的 他抬起头 发现明美已经睡着了 转天早上 明美醒来 发现千三已经离开了 桌上放着那两根 剪断的许愿绳 晚上千三又去了深夜食堂 老板让小岛君 将骨灰坛从二楼端下来 因为他明天 要将骨灰坛送到寺庙供奉 所以今天大家为他送行 哪知千三站起来 将酒淋在骨灰坛上 说哪能光看我们喝 也得让他喝呀 众人都慌了 让他赶紧道歉 千三说道就道 然后将盖子拍在一边 鞠躬道歉 哪知众人一看 里面竟然是土 千三说尸体找不到 就只能这样了 说我太太的骨灰坛 也是这样 我在坛子里 装了我和妻子 常去的海滩的沙子 他突然哽咽着说 我想来东京重新做人 找个新对象 紧紧抓着不放 但是这里 却没有我的幸福 说完 他伤心难过 垂泪不止 而在外面 听见了一切的明美 也禁不住 雁面而泣 苦练无果 痴心几何 心伤处 冷月如霜 爱无果 泪眼庞陀 而明美和小沙 送千三上了回家乡的车 明美说 他以后还会去福岛 给大家做咖喱饭吃 千三鞠躬 表示感谢 万圣节来了 大家都打扮得稀奇古怪的 哪知 进来个女人 突然跪下 给老板道歉 说是他留下的骨灰坛 原来那是他前夫的骨灰坛 女人说 他前夫25年前 抛弃了怀孕的自己 跟情人跑了 后来却被情人给甩了 因为前夫没有亲人 所以前夫死后 他就和儿子将骨灰领了回来 结果那天 母子俩品尝了老板的美味食物后 儿子突然说 他不想将骨灰带回家 而女人感觉老板这里 气氛很温暖 他一时跪迷心窍 就将骨灰坛 留在了这里 他说他前夫高中时 曾在甲子园球场 打过棒球比赛 那是他前夫最骄傲的事情 所以他在骨灰坛里 装了甲子园的土 他问骨灰坛在哪里 老板说 已经送到寺庙 供奉了 于是那女人就去寺庙 领骨灰坛 看到送餐女孩 正贴在小帅身上 小帅说女孩 很想闻他身上的味道 所以他就让女孩闻了 某天突然大雪纷飞 美智流跑到了深夜食堂 给老板带了亲手做的美味拼盘 老板让大家一起吃 众人非常开心 于是在大雪纷飞的 东京新宿的小巷里 一群食客 开开心心的享受美食 享受着深夜食堂的温馨 和美好 全聚重 小巷里藏着故事 故事里都是人生 人生该何去何从 去温暖别人 也被别人感动 人生的温暖 除了父母给的 其余只能用心去交换 与人温暖 收支甘甜 等人温暖 一生孤单 善聚人气 饭聚烟火 小店灯火暖 几多笑语声 同时接缘 同饮接欢 你我接过客 相逢在人间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嘟白 下次见 有偶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 温暖人心的美食电影 深夜食堂2 东京的夜繁华似锦 就连一些狭窄的小巷里 也是生机勃勃 深夜食堂是个小酒馆 午夜12点开门 早晨7点打烊 因为老板做的食物特好吃 人又善良 所以这里的常客还不少 老板精心做了 甜丝丝的玉子烧 还有香喷喷的烤香肠 帽子说 却很诧异 今天怎么大家都穿着黑仓服 去参加葬礼了 然后他拿出个小本子 记下每天吃的东西 说这样做 是为了珍惜剩余时光 正说着 小瘦瘦和同事 也穿着黑衣走进来 说是去参加 另一家店的 妈妈桑的葬礼了 小瘦瘦要了玉子烧和啤酒 而同事 要了大份 猪肉汤套餐 果然还是男人翻量大 此时 黑道龙哥和小弟也来了 他们也刚从葬礼 首页回来 正说着 又一个女人 穿着黑桑服 走了进来 女人要了份 炒肉套餐 猪肉和绿豆芽 加酱汁翻炒 圆白菜和番茄做配菜 配上米饭一起吃 非常有滋有味 小岛君见人家漂亮 就套近乎说 要不要再倒杯水 哪知对方说 我自己会倒 众人都替小岛君尴尬 女人奇怪的说 今天大家怎么都穿丧服呢 小瘦瘦说 你不也穿着丧服吗 女人忙说 我不一样 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就会穿这样的衣服 去街上走走 然后来这里 吃一份炒肉套餐 就会干劲十足 女人离开后 小瘦瘦问那女人是干什么的 有人回答说 好像是出版社的编辑 转天 这位女编辑的上司 就让她不要再做 那位畅销书作家的编辑了 女编辑很是郁闷 于是就找到 接替自己位置的男编辑 问到底怎么回事 男编辑偷偷告诉她说 她负责的那个老作家 仗着自己刚活起来 就说女编辑 总对她的书指手画脚的 要求换掉她 否则就不带这个出版社出书了 女编辑很苦闷 跑去找老板诉苦 又要了份炒肉套餐 老板说 补充好体力 一定会有办法的 女编辑顿时感觉 干劲又来了 转天 女编辑就跑去 那位老作家家里 登门拜访 想解除误会 哪知她吓得爬了出来 原来老作家 写着写着 就突发脑溢血 死掉了 在老作家的葬礼上 女编辑 遇见一位男编辑 男编辑说 她也做过老作家的编辑 现在负责一份 介绍地方特产的杂志 女编辑有点被这位 温文而雅的男编辑吸引 于是就带她来 深夜食堂吃饭 边吃美味的炒肉套餐 边聊工作 男编辑夸女编辑一看 就是对工作 认真负责的女人 女编辑有些不好意思 却心里美滋滋的 之后女编辑就焕发了青春 每天都干劲十足 还看着男编辑 发来的消息傻笑 陷入恋爱的女人 笑点就是低 哪知上一部里 那两个爱吃韭菜炒猪肝的警察 找到女编辑 给他出示了男编辑的照片 说这个男人是个香点小偷 就是专门在葬礼上 偷粪子钱的小偷 而且还爱好在葬礼上泡妞 女编辑顿时懵了 傻笑不止 于是他又穿上了黑色丧服 失魂落魄的在街上游打 结果又有男人过来跟他搭讪 而这次他竟没拒绝 还让对方去开房 但到了宾馆门口 他又不想进去了 于是就跟那男的发生了拉扯 然后就被警察小帅带回来询问 小帅将老板喊来 女编辑哭着跟老板说了实情 而祸不单行 他突然接到个电话 老家的爷爷去世了 于是倒霉透顶的女编辑 就回了富山老家 某天吃饭时 帽子叔说一定是女编辑总穿丧服 所以受了诅咒 哪知正说着 女编辑带着一位帅哥来到店里 跟老板说 他已经跟这位帅哥订婚了 说两人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认识的 说帅哥是寺庙里的和尚 我了个去 你们国家的和尚咋那么美呢 而帅和尚说 当他和女编辑四目相对后 心中便产生了世俗的烦恼 你这跟二师兄一个毛病啊 而女编辑又变得神采奕奕的了 他要了两份炒肉套餐 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这次他是彻底抹去了烦恼 所以有烦恼了 就找个好看的对象 那样毛的烦恼都没有了 而那位香点小偷也被抓住了 竟然还跟男警察得不起保养之道来 看来没点花言巧语 果然是撩不到妹子的 这天老板做了喜鱼天妇罗 咬一口脆嫩鲜香 而圣子是附近清记荞麦店的老板娘 丈夫17年前去世后 他一边拉扯8岁的儿子 一边和婆婆经营面店 是个女强人 她加了块鱼糕放进嘴里 点头说 老板做的鱼糕比我店里的好吃 最近圣子的婆婆生病住院了 于是就让儿子清太帮忙送外卖 但儿子清太却不想继承荞麦面店 也不爱吃荞麦面 还经常跑去深夜食堂 吃老板做的炒乌冬面 豆芽菜 胡萝卜 圆白菜青椒加酱汁一起炒 再撒上鲜鱼花 简直色香味俱全 老板对清太说 你爸年轻时也不愿意继承荞麦面店 但自从你妈怀了你之后 你爸就开始认真经营店铺了 清太听了很受触动 这天两个爱打乒乓球的球友来店里吃饭 两人要了啤酒毛豆和冷豆腐 球友说 他的理想对象要有钱 有盐 有志向 懂幽默 脾气好 沙芝说 人们都在找能让自己幸福的人 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要护给幸福才行 哪知这番话受到圣子的称赞 坐过来要跟沙芝喝一杯 引沙芝为知己 还有说有笑 很是投缘 圣子喝多了 醉醺醺的回到家 儿子清太说 想让圣子见见自己的女友 说他想跟女友结婚 圣子一口老水喷出来 呛得只咳嗽 他坚决不同意儿子 跟大15岁的女友结婚 转天清太去给沙芝的公司送荞麦面 清太说 我妈妈不同意咱俩的事 原来清太的女友就是沙芝 沙芝说 某天圣子正跟老板吐槽 儿子的女友 大了整整15岁 沙芝也走了进来 圣子见到沙芝非常高兴 而沙芝跟圣子诉苦说 男友的妈妈不见自己 嫌自己岁数太大 圣子说这样的妈妈太过分了 他还鼓励沙芝说 反正他妈妈会先走一步的 你们两个坚持住就行 哪知此时清太也走进店来 看到母亲和沙芝在一起 很惊讶 圣子忙给儿子介绍沙芝 还说如果像沙芝这么好的女孩 我绝对见 哪知沙芝站起来说 我就是清太的女友 圣子一下子蒙了 半天才回过神了 然后尴尬无比的离开了 但圣子依旧不同意儿子 跟沙芝在一起 而沙芝跟清太说 我们分手吧 果然还是不可能的 清太说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但沙芝却说 你不能丢下你妈 不孝的人我不喜欢 而圣子对老板说 其实他也不忍心拆散 真心相爱的人 而老板说 尝尝我做的荞麦面吧 一会儿功夫就端上来一碗 圣子自然是荞麦面的行家 他吃了一口说 不好吃 单把把的 老板说 这是清太大的荞麦面 让我给他把把关 说清太两个月前 就已经在熟人的荞麦面店 学习打荞麦了 就为了能早日独当一面 重振清击面馆 让你早点想清福 圣子听了很惊讶 眼里顿时迷蒙了一层雾气 他默默地夹起荞麦面 一口口地吃起来 边吃边哭着说 太难吃了 然而心里却是那么的幸福 而清太和沙芝 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再跟妈妈谈谈 旁边的小弟拨弄着风铃说 人呐就要活得像风铃一样清脆 我了个去 你小子不像个混黑道的 倒像个开学校的 然后清太和沙芝 就进去找圣子沟通了 相信会有个好的结果的 这天一位老奶奶 从九州来到东京 将200万日元 交给一个中年男人 相当于12万人民币 对方自称是老奶奶儿子的同事 是来帮他儿子拿钱的 而此时回九州的车已经没有了 女出租司机见老奶奶一个人不放心 就将他拉到了小帅那里 小帅询问得知 老奶奶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 哭喊着说快拿钱了 然后他就赶紧把钱送来了 小帅明白老奶奶是被骗了 而且老奶奶不愿意说出 儿子的联系方式 于是小帅就带他来到深夜食堂 让老板给做点吃的 于是老奶奶就点了个猪肉汤套餐 众人都议论纷纷 说老奶奶您这是被骗子给骗了呀 但老奶奶似乎并不着急 美味的猪肉汤做好了 胡萝卜白萝卜蘑菇蘑菇蘑芋和猪肉 点缀上香葱丝 看起来很有食欲 老奶奶喝了一口 惊喜的说太好喝了 之后三个女顾客就帮老奶奶办理了住宿 老奶奶拿出红包表示感谢 其中一个接了过去 结果看到另两个对他怒目而视 他急忙还给老奶奶 说哪能收您的钱呢 而老奶奶躺在胶囊旅馆里 说好像躺在棺材里一样 转天晚上 老板娘和美智刘也来吃饭 美智刘说 他想让老奶奶住到自己那里去 说老板曾在自己困难的时候 收留了自己 而他也要帮助其他人 于是美智刘就将老奶奶带到自己的住处 老奶奶说 美智刘的枕头很好闻 有一股小孩子的奶香味 转天 老板做了份牛肉火锅 端给二楼的两个警察 两人正借用老板的二楼 监视对面楼的情况 已经监视好多天了 男警察说 我以前关照过的坏小子 现在改过自新 继承家业 给我送牛肉火锅来了 原来老板以前是混黑道的 擅长使刀 所以他的刀工一流 两人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实在是幸福 女警察打了个鸡蛋 然后将牛肉裹上蛋液吃 别有一番滋味 正在此时 他们看到监控里 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 那人正是骗老奶奶前的骗子 然后骗子就被他们给抓获了 而美智刘去找小帅 让他帮忙联系老奶奶老家的人 说老奶奶连自己儿子的联系方式都不知道 可能有老年痴呆症 于是小帅就联系到了老奶奶的小叔子 小叔子跟老板说 老太太没有老年痴呆症 而是有心病 他说老太太以前有丈夫和儿子 但后来就残忍的抛肤弃子 跟洗衣店老板私奔了 六年前洗衣店老板患了癌症 他考虑自己死后 老太太就无依无靠了 于是就找人查到了老太太儿子的联系方式 等洗衣店老板死后 他的弟弟 也就是老太太的小叔子 就偷偷联系了老太太的儿子 哪知他儿子直接说 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不必再见 小叔子后悔说 早知嫂子会被诈骗 我就该早点跟他说他儿子的事情了 而小帅对老板说 骗子是抓起来了 但钱能不能追回来就不清楚了 而老板突然说 他想让老太太和儿子见一面 说不是强求他们见面 于是小帅就来到老太太的儿子家里 说自己追小偷追迷路了 让对方给自己指指路 于是附近出租车里的老太太 终于看到了儿子 而且还看到了孙子和儿媳 老太太眼含热泪 激动不已 亲生儿子近在眼前 他却不能靠近 看着儿子一家三口 如此幸福 如此快乐 他边笑边哭 也不知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最后他说可以了 于是司机关上了窗户 这是他抛弃儿子后 第一次见儿子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见了 汽车静静离去 带着伤心和遗憾 还有彻骨的悔恨 明天中午 老太太就要和小叔子 做新干线回九州了 他给美智刘红包表示感谢 但美智刘拒绝了 还送给他自己亲手做的 蒸丽子杨羹 老太太非常感动 深夜时分 老太太又来到深夜食堂 跟老板说 当年自己收拾东西离开时 对儿子说 妈妈出去买点东西 但儿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紧紧抱着他不放 于是他就吼儿子说 你是个男孩子 别这么不像样 于是儿子说 我知道了 然后就一句话不说了 他说他永远忘不掉儿子 最后的表情 说自己把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说扔就扔了 而老板问他想吃点什么 他说他还是想吃猪肉汤套餐 他说他儿子最喜欢吃这个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不敢吃 于是老板就为他做了猪肉汤套餐 老太太边吃边感动 感谢老板和客人们都如此的善良 转眼新年到了 大家又聚在深夜食堂吃饭 托衣舞娘问帽子叔 怎么不做笔记了 帽子叔说 其实吃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 众人听罢 纷纷夸赞帽子叔 哲理斐然 此时美智刘又带来了亲手做的美食 而外面又飘飘洋洋 下起了大雪 众人欢聚在深夜食堂 传递着温暖和善良 全剧中 深夜的胃 嗷嗷待补 深夜的人需要安抚 来牌炒肉垫一垫 来串大腰子 补一补 美食暖胃 美酒暖身 美颜暖岁月 美善暖人心 失恋总是猝不及防 爱情总是东躲西藏 奋不顾身是莽撞 为爱打拼才有担当 可怜之人必有恨处 所作非人必遭报应 人生随短 向善而行 食堂随小 百味人生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顾倒白 下次见有五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 温暖人心的美食日剧 深夜食堂 第一季 一至三集 共十集 在繁华的东京新宿的 某条小巷里 有一间小酒馆 午夜十二点开门 早晨七点打烊 所以被称为深夜食堂 因为老板的厨艺很好 所以这里的客人还不少 脱衣五娘爱吃烤鱼卵 因为最近 她找了个做鱼卵生意的男朋友 五娘在剧场里 跳脱衣舞 帽子叔 经常去捧场 五娘对每段感情 都特别认真 愿为对方付出一切 深夜食堂 刚开张时 老板正在给客人炸鲑鱼 这一片的黑道大哥龙哥 和小弟走进来 吓跑了吃饭的小伙 小弟说 听说点什么菜 你就能做什么菜 然后拿出两个蜗牛说 那你给我做个蜗牛 老板冷冷的说 不会 小弟又说 那就做个燕窝汤 老板说 高级货 我这里没有 小弟发火说 什么都不会做 老板抓起锄刀 背在身后 刀刃冲上 那持刀的姿势和手法 显示出他以前 应该可能是个杀手 龙哥看后 明白对方来历不简单 于是就说 给我来个炸香肠 而老板就将香肠 切成章鱼状 给龙哥炸了一盘 加上配菜 还挺好看 龙哥往嘴里扔了一个 感觉味道还不错 吃完问多少钱 老板说 算上刚下跑的小伙的饭钱 共两千日元 小弟急了 吵吵嚷嚷的 但龙哥放下钱说 不用找了 然后推一门而出 自此后 龙哥就隔三差五的 来店里吃炸香肠 而女力女气的小兽兽 也经常来店里吃 甜丝丝的玉子烧 小兽兽喜欢男人 他说想尝尝龙哥的香肠 龙哥没说话 给他推了过去 小兽兽尝了一个 说是很怀念的味道 然后将自己的玉子烧 推了过去 龙哥也不客气 夹起来就吃 然后小兽兽就坐了过去 喝多了说黑社会什么的 最讨厌了 而龙哥也反唇相激 说像女人的男人更讨厌 而小兽兽竟然一头 靠在了龙哥肩膀上 也不知是真罪还是装罪 这天老板又给小兽兽 做了个甜丝丝的玉子烧 爱好摄影的摄影君问 这么爱吃甜鸡蛋卷 是不是因为忘不掉某个男人 但小兽兽妩媚的否认了 只等到清晨 龙哥也没来 老板问小兽兽 要不要来个炸香肠 小兽兽说 吃龙哥的炸香肠才好吃 老板说龙哥也说过同样的话呢 于是小兽兽很高兴 某天五娘又来了 老板要给他烤鱼卵 他说不用烤了 直接来吧 老板说鱼卵不是一定要烧着吃吗 像那个男人一样 哪知五娘不屑的说 谁认识那种男人 原来五娘和做鱼卵生意的男人分手了 小兽兽说 最容易恋爱的女人 也最容易喜心厌旧 那样怎能抓住好男人呢 五娘不屑的说 吵死了你这个死人妖 说你竟然喜欢上了龙哥 真是够了 说小心碰上黑社会 尸骨无存了 小兽兽说 其实龙哥是个一根筋的人 直来直去的 而龙哥在屋外听到这些 转身走了 哪知他和小弟过地道时 一个仇家冲过来 砍了小弟一刀 龙哥抓住那人胳膊 将他放倒在地 那人落荒而逃 但角落里埋伏的仇家冲出来 一刀扎进了龙哥的腹部 龙哥被刺事件还上了报纸 而小兽兽则拜托老板 做了美味的便当套餐 共分三层 给住院的龙哥送了过去 龙哥加了个炸香肠 吃得很享受 小兽兽说没有死 还真是命大呀 说着说着 就将手放在了龙哥大腿上 而龙哥却赶紧将他的手拿开了 也不知这俩人是不是真爱 某天早上六点半时 店里来了个年轻女孩 问有没有猫饭 老板说有 猫饭就是将尖结 用豹子抱成片状 然后堆在热乎乎的米饭上 再撒上酱油吃 据说好吃到爆 而尖结就是用尖鱼 烟熏发霉晒干后制成的 是世界上最硬的食物 女孩说了句我要开洞了 然后端起来就吃 那味道顿时惊艳了味蕾 女孩吃得心满意足 之后每到早晨六点半 女孩就会过来吃一碗猫饭 女孩名叫美杏 老板问美杏是做什么的 她说自己是一名演歌歌手 演歌是日本民俗唱法 和现代流行唱法 相结合的一种歌唱形式 有独特的发声技巧 但美杏虽然很努力的唱 却一直没出名 于是老板说 深夜食堂的顾客里 有一位作曲家 他让美杏将海报带来 贴在店里 看到海报调侃老板 是不是看上女孩了 而爱吃茶泡饭的三姐妹 则鄙视的说 现在有很多女孩 不愿意辛苦工作 只想靠唱歌出名 而帽子书很想听听女孩的歌声 于是作曲家 建议将女孩叫来 现场演唱 于是转天 美杏就在深夜食堂里 给大家演唱了一曲 悠悠扬扬的还挺好听 大家都听得入了神 就连茶泡饭三姐妹也很陶醉 帽子书夸赞美杏 唱得非常好 而作曲家送给美杏一件礼物 打开看是一首歌 是专门为美杏写的 作曲家对美杏说 一定要记住 唱歌不要怀有目的 唱歌是一种心情 美杏受益匪浅 感激不尽 这首歌名叫《迷路的猫》 而美杏竟然一唱成名 唱片发售量 迅速突破10万 而美杏也在公司的安排下 到处登台演唱 歌声悠扬婉转 蕴含伤感 和繁华都市下 隐藏的点点哀伤 美杏凭这首歌 连续五周占据榜首 还入选了著名的 一年一度的大型直播的 红白歌会 但连日的演出 让美杏感觉很疲惫 结果某天演出完后 她一头摔在地上 剧烈的咳嗽 咳出了许多鲜血 最终美杏被查出 患了绝症 她的人生即将结束 就在美杏去世前一个月 她又来到了深夜食堂 跟老板说 她想吃猫饭 老板做了猫饭给她 她端起来闻了闻 迫不及待的吃了一口 说还是让人怀念的味道 她感谢老板 说要不是来了这家店 就不会有之后的幸运了 美杏见老板喝啤酒 她说也想喝点 于是老板去里家 给她拿啤酒 美杏的神色 突然黯然下去 老板说 帽子叔盯着我 让我跟你要个签名 哪知她拿了啤酒回来 却发现美杏已经悄然离去 而那碗猫饭 她只吃了一口 一个月后 美杏去世 大家都去参加了葬礼 每个人都很伤感 刚成为了巨星 就不幸去世了 这女孩实在可惜 作曲家 哼唱着美杏的成名曲 帽子叔说 老板 你不是说今早 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吗 原来今天早晨 挂钟敲响六点半时 老板打开门 就发现一只花猫 在吃着门口的猫饭 老板喊了声美杏 那只猫 抬起头来 张望着 老板说 欢迎回来 美杏 而那只猫 也轻轻的叫了一声 子汁上酒吧的女招带 是位变性人 她经常和男友 来店里吃纳豆 两人还旁若无人的亲吻 吃过纳豆的嘴 闻得都拉丝了 老板看得直拉眼睛 而茶泡饭三姐妹 经常来店里吃茶泡饭 茶泡饭就是将热茶 倒进米饭里 加上各种小菜 制作而成的 左边的专吃梅干茶泡饭 中间的专吃雪鱼茶泡饭 而右边的专吃鲑鱼茶泡饭 三姐妹刚参加完朋友的婚礼 还埋怨朋友的婚礼 宴席太差了 但她们却很羡慕新娘 能得到幸福 鲑鱼姐说 要不我们去相亲吧 据说相亲会有很多小鲜肉 雪鱼姐顿时很感兴趣 但梅干姐却大声斥责她们说 我们追求的是纯爱 绝不相亲 绝不将就 然后三人还大喊着给自己鼓劲 这也许就是大龄圣女 最后的挣扎了 三姐妹经常相约来吃茶泡饭 每次聊的都是男人的话题 看到年轻的时刻 还忍不住饭粉花吃 但某天坐中间的雪鱼姐却没有来 原来雪鱼姐回九州老家 看望生病的老娘了 而且据说还顺便去相亲了 梅干姐和鲑鱼姐很生气 骂雪鱼姐立场不坚定 背叛了友情 抛弃了纯爱 之后梅干姐生病住院了 鲑鱼姐就经常去医院照顾 两人好的就像亲姐妹 病好后 两人依旧来店里吃茶泡饭 依旧互相鼓励 追求纯爱不将就 但某天酒吧女招待说 两姐妹前两天 在她家的酒吧打起来了 说梅干姐的前男友和鲑鱼姐好上了 而梅干姐就劝鲑鱼姐 跟自己的前男友趁早分手 否则会后悔 而鲑鱼姐就不屑的说 梅干姐这是被甩了后的嫉妒 于是气愤的梅干姐 就淋了鲑鱼姐一杯酒 于是两人就掐巴在一起了 然后还引发了酒吧里 其余客人的打斗 场面一片混乱 最终女招待登高一吼 你们都给老娘滚出去 客人们这才停止了战斗 之后两姐妹就算是掰了 梅干姐总感觉生活缺了点什么 而鲑鱼姐路过食堂 再也不敢进去了 而雪鱼姐果然在老家相亲了 相亲对象又老又丑还突了顶 要不是对方赚的多点 雪鱼姐可能早就拔腿走人了 最终梅干姐忍不住了 跑去深夜食堂 要了碗梅干茶泡饭 梅干姐突然伤感的说 我到了这个年纪 不知为什么还固执己见 要找纯爱 老板说追求纯爱没有错 就像茶泡饭 美味的东西就是美味 梅干姐听了很受触动 认真吃起了茶泡饭 边吃边委屈的哭了起来 爱情友情这些东西太伤心 还是茶泡饭好吃 没想到鲑鱼姐推门而入 她沉默两久说 我分手了 那男的太差劲了 梅干姐说 我早就说了 而老板又端来了梅干和鲑鱼茶泡饭 却将两碗饭调换了一下 让两人尝尝彼此的味道 而两姐妹尝了一口 感觉味道也很不错 鲑鱼姐说了声抱歉 而梅干姐说 我也有错 然后两人就迅速和好 开始八卦雪鱼姐 说听说雪鱼姐在老家相亲很不顺利 而此时雪鱼姐也来了 然后三姐妹尽释前嫌 重修就好 然后又开始喊着 一定要找纯爱 绝不将就 毕竟追求还是要有的 万一偶遇了呢 圣女无敌 大灵无罪 爱情苦短 友情万岁 人生无常 命不由己 愿在平淡中孤老 还是愿在灿烂中死去 其实能灿烂的人不多 而老去的大多 平淡无奇 你的人生 你做主 活成什么样 全凭你自己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温暖人心的高人气日剧 深夜食堂第一季 四至六集 深夜食堂是位于东京新宿 小巷里的小饭馆 午夜十二点开门 早晨七点打压 因为老板的厨艺一流 所以客人还不少 这天老板做了土豆泥沙拉 煮好的土豆去皮捣碎 拌上各种配菜 再倒入沙拉 味道香浓 漂亮又好吃 大牧先生最爱吃这道菜 每次都要吃两份 而旁边的大雄认出了大牧先生 旁边的客人们也都很兴奋 见到了名人 原来大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AV男友 而大雄就拜倒在地 请求大牧先生收他为徒 带他入道 最终禁不住大雄的一片真心 大牧先生同意了 从此大雄经常跟随大牧先生 去片场观摩 看到那些漂亮的女演员们 大雄激动不已 终于经过两个月的勤学苦练后 大雄要参加第一次拍摄了 众人都为他高兴 老板特别制作了大拼盘 要给大雄好好补补 客人们知道大牧先生爱吃土豆泥沙拉 特意请大牧先生吃 说他们都很喜欢看大牧先生的作品 此时大雄接到老家来的电话 说他的母亲轻微脑栓塞 大雄让家人好好照顾母亲 说自己明天有重要工作回不去 但大牧先生却喝令大雄回去看母亲 说AV拍摄和母亲比起来一文不值 说趁着还有机会赶紧回去吧 原来大牧先生当年回家参加妹妹的婚礼 却被妈妈赶了出来 嫌他丢人 妹妹跑出来跟大牧说抱歉 大牧开车离去 无限伤感 从此后20年 大牧先生一直没有回去过 大牧先生掏钱 让大雄去买火车票 明天一早就回去 但当大雄回老家 看望母亲回来后 却联系不上大牧先生了 最终大雄只好独自去参加拍摄 因为太紧张太刺激 导演都喊停了 大雄仍战斗不止 结果被导演大骂一顿 还好最终还是拍完了 老板特意给大雄做了丰盛的实物进步 旁边的客人们都表示 等大雄的片子发售后 一定买来观赏 但大雄依旧惦记着大牧先生 但就是一直联系不上 哪知正说着 大牧先生推门而入 原来大牧先生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说母亲得了老年痴呆 于是大牧先生回老家 看望母亲了 20年了 他终于见到了母亲和妹妹 这次母亲再也不会赶他走了 已经痴呆的母亲说 我儿子也在东京工作 但却不回来看我 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不知今年会不会回来看我 大牧哭着 抱着母亲一遍遍喊着妈妈 但母亲根本不记得他了 妈妈说 我儿子最喜欢吃土豆沙拉了 最后大牧的妈妈 在妹妹的帮助下 做了大牧最爱吃的土豆沙拉 虽然做的太咸了 但大牧仍旧一口口的都吃光了 可惜妈妈 却不知眼前的大牧 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 大雄早已泪流满面 哭着感谢大牧先生 说幸亏有师父在身边 我才有机会回去见妈妈 说着说着 竟然哽咽不止 食客们也不禁伤心难过 大牧先生吃着老板做的土豆沙拉 哭着说好吃 那是令人怀念的妈妈的味道 尽孝 可尽时可尽 母爱 可爱时爱之 某天爱好摄影的摄影君 带了一位客人来到深夜食堂 这人是一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 美食家说 今天吃的那家菜 差点就吐了 说做出那种料理的店 若是在巴黎 早就关张了 说完还嘎嘎嘎的 笑得像只鸭子 然后又说上次吃了一家披萨 味道太差劲 简直难以下咽 食客们都流露出讨厌的神色 此时街头歌手 武郎先生走了进来 要了一碗牛油拌饭 将牛油放在热乎乎的米饭上 然后用米饭 把牛油盖起来 闷30秒 再倒上一点点酱油搅拌 吃进嘴里 满口的香浓 旁边两个小伙被缠到了 也要了一份牛油拌饭 而美食家看着武郎先生出了神 老板每次都不收武郎先生的饭钱 而是让他唱首歌 武郎先生的歌声优美动听 深深打动了店里的客人们 最后在众人的掌声中 武郎先生离店而去 而美食家突然说 给我也来一份牛油拌饭 这位美食家虽然狂了点 但是专业水准还是非常高的 他说好吃的店人满为患 他说不好吃的 那就真的是徒有虚名 他去各个饭店品尝食物 店家都会寄出拿手好菜 但能让美食家满意的并不多 而摄影君很抱歉说 把美食家带来深夜食堂了 说他只是想让美食家知道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美味 结果正说着 美食家推门而入 点名要吃牛油拌饭 如此简单的饭 美食家却吃的很香甜 美食家问街头歌手武郎先生 什么时候来 老板说武郎先生一般都在周四来 之后每到周四 美食家就会到店里来 等武郎先生 但武郎先生一直没来 不过客人们都感谢美食家 给推荐的一些饭店 说味道果然很好 而武郎先生原来是跑去工厂打工了 直到三个月后 他才再次来到店里 说自己的手工作时伤到了 没法弹吉他了 说他来这里就是想跟老板打个招呼 感谢一直以来的照顾 但他刚要离开 美食家叫住了他 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说我是绿子的弟弟呀 你以前还教过我弹吉他呢 原来年轻时武郎先生和美食家的姐姐绿子是一对恋人 美食家和姐姐绿子去武郎家里玩 武郎就教他弹吉他 因为武郎家不富裕 吃饭时就在米饭上放点牛油 浇上酱油吃 从那时起 美食家就爱上了牛油拌饭 顿时往事如潮水涌来 两人都感慨万千 而当美食家得知武郎先生还单身艺人时 说自己的姐姐绿子也是单身艺人 武郎惊讶的说 绿子不是嫁人了吗 美食家忙说我父母给姐姐挑选了很优秀的结婚对象 但我姐姐却自己跑回来了 可是当姐姐跑去您家找您时 您已经伤心离开了 美食家说这么多年 我姐姐一直单身艺人 现在在老家北海道的韩馆 开了个卡拉OK房 说他一定还在等着您 武郎凯探说 可是已经太迟了 美食家说怎么会迟呢 您看这牛油拌饭的味道 不是依旧没变吗 此时老板端来两碗牛油拌饭 美食家想起往事 不禁泪流满面 两人吃着淳朴的牛油拌饭 就像拒绝着往昔岁月 那味道让人思绪缥缈 感慨万千 之后武郎先生 从东京回到了北海道的韩馆市 在绿子的店里帮忙 两个友情人 忠诚眷属 可是能彼此等待如此之久的恋人 世上又能有几对呢 之后美食家还带着助手来吃牛油拌饭 助手说要不要推荐一下这家店 美食家说 我才不要把这么好的店推荐给别人呢 这里的美食无法用星级来评价 说完又鸭子一样嘎嘎的笑起来 某天很爱吃鱼的小鱼和他的漂亮妈妈 来深夜食堂吃饭 此时拳击手胜利来到店里 他今天又击败了对手 但眼睛却被打肿了 他要了份猪排盖饭 而旁边的摄影君很喜欢胜利 请求能对胜利的训练和比赛进行拍摄 胜利爽快的答应了 胜利夹起一块猪排放进嘴里 吃起来相当美味 小鱼很关心胜利被打伤的眼睛 小鱼的妈妈盲说 小鱼很喜欢看格斗类的节目 胜利吃着吃着一抬头 发现小鱼的妈妈正看着自己 他顿时感觉很害羞 之后摄影君就去给胜利拍摄了 拍完后胜利就拿着一达的照片 来给老板看 老板说小鱼和妈妈 每晚都来店里吃猪排盖饭 说要给你加油 胜利很感动 他不好意思的问小鱼的妈妈 有没有老公 老板说他老公去世了 就母女俩一起生活 而胜利不好意思的说 我就是问问问而已 说完就高兴的走了 老板煎了猪排 立刻浇上蛋液 然后扑到热腾腾的米饭上 猪排盖饭就做好了 胜利就让小鱼先吃 小鱼很高兴的说 他要去为胜利加油 胜利很高兴 也邀请小鱼的妈妈一起去 于是小鱼的妈妈同意了 胜利说如果我赢了 就请你们吃猪排盖饭 两人还拉钩上吊 一言为定 之后三人就经常一起出去玩 两人还偷偷的背着小鱼手拉手 但这些小伎俩 哪逃得过聪明的小鱼的眼睛 而胜利也每天抓紧训练 他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是个实力强劲的著名拳击手 对方还扬言要KO胜利 胜利每天的工作很累 他跟老板说 想辞掉工作 全身心投入训练 否则是绝不可能赢的 他说虽然所有人都说 我是不自量力 但我还是不想输掉 他还说要在现场 跟小鱼的母亲求婚 而在小吃店上班的小鱼的妈妈 听到客人说 胜利不可能赢得比赛 根本就是不靠谱的事情 于是他很郁闷 喝多了 跑到深夜食堂吃饭 要了一份海蛮 他很担心胜利 但老板说 一切都是未知 并鼓励他去现场 为胜利加油 很快比赛到了 小鱼母女俩 去现场为胜利加油 而深夜食堂的客人们 在店里观看比赛直播 终于比赛开始了 开头几局 胜利还能坚持 甚至还能反击几下 但渐渐的 他就不行了 被对手狂轰乱锤 数次倒地 看得小鱼母女俩心疼不已 而最后胜利 不幸被对方一拳KO了 他在后台呜呜哭泣 小鱼母女俩在一旁安慰着他 胜利举杯 感谢大家的支持 而大家也为胜利的拼搏到底而干杯 胜利要了三份猪排盖饭 他对小鱼说 对不起 没兑现承诺 哪知小鱼却说 小胜你没有输哦 我和妈妈都明白 胜利感动的要哭了 小鱼说 小胜你可不许再哭了 小胜点头答应着 心里幸福不已 说猪排盖饭卖完了 但亲子盖饭看起来 也很好吃的样子 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的他们 微笑着 憧憬着未来 全聚众 历尽而败 虽败有荣 从未尽力 生不如虫 奋斗者皆有人爱 怠惰者一事无成 越努力越幸运 越付出越富有 越有爱越被爱 越善良越年轻 人生有饭可口 有爱可追 有梦可做 夫妇何求 愿以千金换可口 愿以万金换一爱 可惜世间多少事 求之盼之不再来 好了 我要去吃牛油拌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高分人气日剧 深夜食堂第一季 七至十集 共十集 深夜食堂是一个小饭馆 午夜十二点开业 早晨七点打烊 因为老板做菜很好吃 所以客人还不少 这天凌晨五点时 漂亮女孩丽莎 要了份猪骨汤套餐 有汤有菜 还有肉 撒上葱丝 看上去很美味 丽莎现在在打工 但她的梦想是做个明星 此时一个帅小伙 推门而入 拎着吐司面包 让老板给她做三明治 小伙名叫中导 每次都这个时间来 每次都吃三明治 老板将煮鸡蛋切碎 倒上蛋黄酱搅拌 然后放到面包上 就是鸡蛋三明治了 今天老板还特意给她做了 黄瓜火腿三明治 于是中导很满足的吃起来 她突然看到丽莎 正直勾勾的看着她 于是忙将三明治端过去 丽莎不好意思的拿了一个 吃起来觉得很美味 哪只中导也直勾勾的看着丽莎 丽莎顿觉很不好意思 一星期后 丽莎又来到了深夜食堂 她也拎了一袋面包 让老板给她做鸡蛋三明治 丽莎很高兴的说 自从上次吃了鸡蛋三明治以后 立刻被一家演艺事务所录用了 她说这里的鸡蛋三明治 能带来好运 然后还问上次的小伙是做什么的 老板说她一会儿就来了 果然正说着中导推门而入 给老板送来了早报 丽莎感谢她上次的三明治 还邀请她吃自己的三明治 中导拿了一个说了谢谢 然后又去送报纸了 老板说中导是大学生 家境不好 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送早晚报 说中导一会儿送完报 就会来吃早餐 之后一起吃过几次早餐后 丽莎就约中导出来 她大着胆的说 她很喜欢中导 而中导顿时懵了 此时跑过来几个人 看到丽莎很兴奋 说是丽莎的歌迷 纷纷激动的跟丽莎握手 而中导感觉自己只是个穷学生 而对方是个女明星 地位相差太悬殊 所以她说了句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后就走掉了 之后丽莎给中导打了几次电话 但中导都没有接听 结果没过多久 丽莎和一位IT公司社长 外出约会的照片 就上了八卦杂志 眼镜遗憾的说 此时中导走了进来 眼镜忙给她倒酒 让她想开点 梅干姐说你真没用 如果喜欢就去抢回来呀 在这喝闷酒有个弹用 中导被梅干姐骂醒 她鞠了个躬出门而去 然后她给丽莎发了信息 说想见她 丽莎说我也想见你 让中导到公司楼下见面 但当中导到达后 听见公司的人说 丽莎刚和社长订婚了 于是中导伤心离去 而丽莎下楼后 已经找不到中导了 于是她来到了深夜食堂 果然中导在这里 中导恭喜她订婚了 还将三明治分给她吃 丽莎说第一次见面 我们也是这样分着吃的 此时她突然接到公司电话 她要回去工作了 她跟中导说了再见 而中导只是嗡了一声 中导跟老板说 果然还是有钱人赢了 老板说 其实丽莎跟我说过心事 说你总是犹豫 你们之间的身份差距 所以不敢接受她 正好社长对丽莎很好 也很认真 而丽莎拿不定主意 就给你打了电话 但你一直没接听 所以丽莎就答应了社长 老板叹口气说 你这孩子太肉了 老板说 刚才丽莎 已经好好的跟你说了再见 你曾被这样的女孩喜欢过 不也是一种骄傲吗 人生一旦错过 就很难再见了 于是中导就伤心的哭了起来 自卑和懦弱 让她错过了爱情 之后中导依旧每天送报纸 只是她再也不吃鸡蛋三明治了 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 懦弱的人全靠运气 有个女人总来店里吃酱油炒面 圆白菜胡萝卜和面条 倒上酱油一起炒 再加个荷包蛋 味道很棒 女人吃起来总有种怀念的味道 女人离开时遇到两个时刻 两个时刻仔细辨认 然后跑来问 那女人是不是风尖轮子 风尖轮子年轻时 是一位欧武相歌手 演过很多影视剧 一旁的小兽手说 倒是真的很面熟 他们问对方吃了什么 老板说是酱油炒面 加荷包蛋 两人顿时激动万分 说那就是轮子 说轮子最爱吃酱油炒面了 然后两人还急性表演了 轮子刚出道时的成名曲 又蹦又跳 娇羞作态 最后还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人感叹 岁月流逝 青春不再 而轮子今年也已经43岁了 他们说轮子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爸爸留下一大笔债务跑掉了 轮子出道后才还上了债务 最后两人都点了酱油炒面 加荷包蛋 以怀念自己的青春 某天轮子又来吃酱油炒面 茶炮饭三姐妹冲进来说 听说封肩轮子经常来这里是真的吗 而轮子忙起身离开了 三姐妹恨不爽 说轮子太高傲了 而那两个影迷听到消息 跑来见偶像 但老板说轮子刚刚离开 某天一个石黄老人 捡了老板的钱包 将钱包还给老板 老板给钱他不要 于是就警察吃了份 猪肉汤套餐 电视里播报 轮子将出演一部电影的女主 老板说封肩轮子经常来我这里吃酱油炒面 石黄老人说酱油炒面 加上四万石川产的海苔会更好吃 说下次他来了 就这样做给他吃吧 而轮子饰演一位父亲离家出走的女儿 多年后父亲归来 女儿原谅了父亲 但是那种原谅和释怀的情绪 他却表达不出来 导演数次喊停 急得不行 而轮子也很焦急 晚上轮子又去吃酱油炒面 他对老板说 明明被抛弃了 却没有任何怨恨 最后还跟父亲说谢谢 我怎么也演不出来 不知我再见到我父亲的时候 能不能原谅他 老板问 您恨您的父亲吗 轮子沉默了下 说我不知道 而当他看到炒面上 撒着海苔时很惊讶 老板说 是有人教他这么做的 说酱油炒面 撒上四万石川的青海苔 味道会更香 是那位客人 盯住我做给你吃的 轮子顿时明白 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伤心的哭了 加起炒面 哽咽的吃了起来 嘴里说着好吃 想起了小时候 父亲总给自己做酱油炒面 还在上面撒上青海苔 那是他这辈子最爱吃的美食 经过这件事后 轮子终于原谅了父亲 所以他也成功演完了 那段原谅父亲的戏 石黄老人在电影院里 看得涕泪横流 他向荧幕上的女儿 比划着以前总比划的首饰 已经哭得不能自已 最终 轮子凭借这部电影 夺得影后桂冠 而石黄老人 将他的简报细心保存 他紧紧望着女儿 目不转睛 而轮子则放下了多年的心结 一身轻松的来到深夜食堂 跟老板说 给我来一份酱油炒面 加荷包蛋 和四万石川的青海苔 往事虽是 旧伤难平 原谅与否 看我心情 某天 龙阁的小弟阿剑 看到经常去深夜食堂 吃饭的流浪诗人 正在算命 算命师抓着他的手说 他在一千年前的 前世的前世 曾伤害过别人 地点是 和歌山的熊野 所以诗人才会一直 寻找自己的内心 诗人若有所思的离开 然后小弟阿剑 过去算命 算命师说 你现在走的不是正道 能改变现状的 只有你自己 然后阿剑 就去深夜食堂 吃拉面 老板抱歉说 海苔用完了 而阿剑 吃起面来 烫了嘴 顿时抱怨连连 老板说 下次一定给你加 上好的海苔 哪知阿剑 一反常态的 笑了笑 离开了 老板心里 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阿剑那晚 去捅了另一 黑道势力的 一个小头目 为上次被对方 捅伤的龙哥复仇 捅完人后 阿剑就消失了 之后龙哥 也在深夜食堂 店门外 被等候的警察 带走盘问 警察问阿剑 在哪里 但龙哥说 他不知道 此时一个小男孩 拿着明信片 来到深夜食堂 说来找爸爸 他问老板 是不是他爸爸 老板想了想 确认自己 没让哪个女人 怀过孕 于是说 我不是你爸爸 于是男孩就很郁闷 而大家看到 明信片的寄出地址 写的就是 深夜食堂的地址 男孩说 他每年都会收到 爸爸从这里寄的 明信片 此时小兽手 跟老板说 想吃拉面 问有没有不烫的那种 说完又说 还是不要了 然后就跑掉了 此时算命师 来到店里 要了碗拉面 帽子叔说 您把面拉这么长干嘛 算命师说 因为我很怕烫 老板一听这个 猛然想起 阿剑也很怕烫 而刚才小兽手 想要不烫的拉面 于是他就跑到了 小兽手的店里 果然看到 阿剑在那里 老板严肃地说 你让你大哥 替你收拾烂摊子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阿剑一句话不说 老板说 已经做了的事 无法挽回 最重要的是 今后该怎么做 阿剑说 但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老板说 无法回头 只是逃避的借口 哀声叹气 解决不了问题 阿剑顿时被打动 于是他决定去自首 但老板 让他先去自己的店里 吃碗拉面 而此时那个男孩 已经靠着流浪诗人睡着了 帽子书拿着明信片说 这孩子找爸爸找不到 太可怜了 结果阿剑看到明信片后 激动不已 忙叫醒了男孩 原来阿剑就是孩子的父亲 他激动地问儿子吃什么 儿子说吃拉面 于是老板给父子俩做了拉面 父子俩都很怕烫 但吃得很开心 大家都非常高兴 他们能父子相认 儿子问以后 还能不能一起吃拉面 阿剑点头说能 之后阿剑要去自首了 他让儿子多保重 儿子也让他注意身体 然后阿剑就跟龙哥去了警局 儿子让阿剑一定要给自己写信 转眼圣诞节来了 众人都聚在店里共度圣诞 大家都遗憾 没有龙哥和阿剑 但哪知龙哥和阿剑 推门而入 还给大家带来了一箱子螃蟹 原来阿剑通的人并没有死 加上他主动自首 所以被判了缓刑 于是老板给众人烧烤蟹肉 鲜嫩嫩的蟹肉 被烤得滋滋滋滋响 吃起来鲜美无比 众人吃得不亦乐乎 深夜时分 下下了大雪 流浪诗人来跟老板告别 说他要去远方寻找自己的内心 老板对他说 人世间流浪人归 一若回流传 人生还很漫长 流浪诗人感动的笑了笑 没想到老板常听自己读诗 也会写诗了 然后他出门而去 消失在漫天的飞雪中 毕竟他的人生的目的 就是流浪 第一季中 有些人注定在路上 有些人被关在家里 有些人注定在流浪 有些人没法出去浪 有些人注定在漂泊 有些人每天在工作 你的人究竟在家里 还是在远方 你的心究竟在渴望 还是在流浪 困在原地 了无生去 失去渴望 黯淡无光 每个人都有一颗流浪的心 拽着时光奔跑 踩着岁月前进 在枯燥的生命里 心和身体 起码有一个 要出门远行 好了 我要去做酱油炒面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我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温暖人心的美食电影 深夜食堂第二季 一至三集 深夜食堂 是位于东京新宿 一条小巷里的小饭馆 午夜12点开门 早晨7点打烊 因为老板做的食物口味一流 所以客人还不少 新宿黑道老大龙哥 每次来都点红色小香肠 而喜欢龙哥的小兽兽 总来店里 希望偶遇龙哥 这次还带来了店里的 其他三个女里女气的男人 某天警察老爷 找到龙哥 说九美住院了 希望他去看一下 但龙哥说 他没脸见九美 某天 时刻们去参加 摄影军的摄影展 小兽兽 站在龙哥的一副照片前 着了迷 而小兽兽的朋友 小胖 认出了龙哥 说龙哥以前 是高中棒球手 而且是棒球名校 福岡成奇高中的 就连职业星探 都去看过龙哥的比赛 都确定出战 著名的甲子园决赛了 结果跟当地小混混 打了起来 因此球队被取消了 参赛资格 茶炮饭三姐妹又八卦说 不知球队其他人 得多恨龙哥 头脑一热就打架 不顾全大局 小兽兽不乐意了 说八卦三姐妹 不知打架原因 就无端指责 说他一秒都不想 跟他们三个呆了 老板也对三姐妹 表示不满 某天警察老野来到深夜食堂 也点了龙哥爱吃的 章鱼小香肠 他说他和龙哥是高中同学 而且都是棒球队的 说那天龙哥和球队女经理 九美约会来着 球队女经理 都是由女学生担任的 主要负责后勤工作 而约会那天 球队女经理 给龙哥带了小香肠便当 但哪知却被几个小混混纠缠 为了保护女经理 龙哥才出了手 老野笑着说 比起被取消比赛 他更恨龙哥跟女经理约会 说他们全队都喜欢女经理 但老野说 可惜女经理快要死了 之后老野又去找龙哥 还将他小弟阿健 靠起来相威胁 但龙哥就是不想去看九美 而老板也让龙哥去看看女经理 龙哥说 我没脸去 而且对快死的人 我能说什么 老板说 见不见 不是由你决定的 而是由想见你的人决定的 然后龙哥就跟老野来到了医院 九美的丈夫 感谢他们来看望妻子 然后就去上班了 当受薛的九美 见到龙哥后 依旧很活泼的搭着招呼 老野说 龙哥现在是新宿的龙头老大 还说龙哥总去深夜食堂 吃红色小香肠 然后老野就假装接电话 出去了 九美见龙哥不说话 就劝他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了 还说他一点也没变 还跟个孩子似的 他说自从龙哥退学后 其他班的同学 包括老师 就因为约会事件 总找自己的茬 说那时只有老野保护他 说老野那时曾哭着跟他表白 但他拒绝了 他说他只喜欢龙哥 而龙哥一言不发 却心里绞痛 此时九美的儿子来到医院 老野忙拉着他去练习棒球 九美说他在结婚前 曾去过东京找龙哥 去了很多地方找 但东京人海茫茫 哪里找得到 最后他就坐最后一班车回去了 他说他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龙哥 他也遗憾的说 如果那天没去约会 现在会怎样呢 龙哥让他别再提了 说已经没有用了 而九美让龙哥有时间 带他去深夜食堂 吃小香肠 龙哥说随时都可以 最后九美说 谢谢你来看我 龙哥说我还会再来的 九美伸出手 龙哥沉默着把手放了上去 而在外面练球的老野 想起九美即将礼事 不禁悲从中来 蹲在地上 呜呜痛哭 之后龙哥和老野 真的带着九美 来到了深夜食堂 小弟阿剑 忙准备好轮椅的电板 不久 九美去世 龙哥和老野参加完葬礼 来到深夜食堂 两人举起酒杯 向九美告别 也向自己的青春 和那段虽然不堪 却最美好的岁月告别 往事有多波涛汹涌 如今就有多波澜不惊 输了一切 我都不心痛 你却在我心底扎心的疼 女孩小叶 总来店里吃炸鸡块 但每次小叶都会坐着打瞌睡 因为工作实在太累了 而食客们都喜欢看小叶睡觉 说他的睡容很美 说看着小叶睡觉 有种踏实的感觉 呃 这睡容我也喜欢看 因为他不喝酒 所以老板就给他特别调制了一杯高杯酒 是用少量威士忌加苏打水 以及冰块调制而成的 小叶喝了一口非常好喝 眼镜也想要一杯高杯酒 但老板说 本店没有这种酒 是给小叶特制的 雪鱼姐说老板偏心 正说着一个男的将小叶喊了出去 跟他要钱 说要给剧场的弟兄们发点工资 原来这人是小叶的男友 弄了个小剧场说相声 但基本没人看 全靠小叶资助他 而小叶是在游戏厅打工 一天到晚很累 赚点钱很不容易 某天阿剑看见小叶在为男友祈祷 小叶叹口气说 现在自己也开始迷茫 当初到底该不该来东京 某天小叶正在店里打瞌睡 男友进来 大大咧咧的吃着小叶的炸鸡块 小叶问 上次你说的电视台的人来采访你们 怎么样了 哪知一听这个 男友不乐意了 大声斥责小叶瞧不起自己 还用鸡块扔小叶 老板拎起了酒瓶子 而男友的鸡块 正砸在阿剑身上 于是阿剑揪着他就打 正好警察老爷和同事路过 赶忙劝架 而老爷的同事 看到小叶顿是愣了 原来小叶是他的妹妹 而小叶的男友 还怪小叶躲开鸡块 所以才砸到阿剑 因此扇了他一日光 小叶的哥哥冲过去揍他 却被小叶拉开 说不用他管 然后带着男友离开了 小叶的哥哥说 他父亲死得早 而妈妈上班很忙 就由他来带妹妹 但因为年纪差距太大 他对小叶比较严厉 小叶高中毕业后 就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 并从千叶来到了东京 哥哥曾经阻止 但小叶说 哥哥从没赞成过他的任何选择 两人关系也闹得很僵 转天晚上 小叶的男友正在后台勾引一个女孩 同伴招呼他上台表演 哪知上了台 他傻了 就见台下 坐着一窝黑社会 都是阿剑带来的 吓得他连话都不会说了 阿剑走上台去说 靠女人养活 干脆别做男人了 而此时小叶来到深夜食堂 碰见了正等他的哥哥 哥哥说 你选择怎样的活法都行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小叶听了 感觉很意外 老板端上了小叶 最爱的炸鸡块 兄妹俩大口的吃起来 这种久违的场景让小叶泪流满面 周气不止 此时阿剑带着小叶的男友进来 最终小叶和这个男人分了手 并回到了千叶和母亲一起生活 但他经常来深夜食堂吃炸鸡块 因为这里不论什么季节都温暖如春 一无所有时 幸好我还有亲情 遍体鳞伤时 恰好我还有理想 嗜酒如命的连老太 总来店里喝酒 吃酒蒸蛤蜊 老板劝他别喝了 他让老板别管闲事 他津津有味的边吃边喝 但老板偷偷给他的酒兑了水 连老太一个劲说 这酒太淡了 而老板就偷偷给连老太的儿子 大壮打了电话 他儿子过来将他给背走了 母子俩一路半嘴的回了家 连老太说 你也是个大叔了 也没个老婆 要是有个孙子在身边 我马上接酒 大壮很无奈的说 有你这样酗酒的老娘 谁肯嫁给我呀 大壮在跆拳道馆当老师 工作认真负责 人也很憨厚 有时还带着孩子们来深夜食堂打牙记 当然是请求老板白天营业的 孩子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 吃晚饭 大壮的朋友来给大壮送训练用品 朋友说大壮小时候总受欺负 于是他老妈就让他练空手道 大壮每天坚持练习 结果就拿到了空手道冠军 然后那些欺负过他的孩子们 都过去道歉 而憨厚的大壮就原谅了他们 然后他和大壮就成了朋友 某天大壮又来店里吃酒蒸蛤蜊 老板劝大壮带连老太去医院看看 不能再这么喝酒了 大壮说小时候爸爸的工厂倒闭了 然后就和情人跑路了 债主们每天都来讨债 某天连老太就带着大壮来到海边 沿着荒芜一人的沙滩 一句话不说走了老远 最后大壮饿了 想吃东西 他们就去了一家饭馆 当时点的就是酒蒸蛤蜊 大壮连吃了三份 后来长大了连老太才跟大壮说 说那天看大壮吃的那么香 所以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这么多年连老太吃苦受累的 将大壮拉扯大 着实不容易 大壮说我老娘辛苦一辈子了 既然她喜欢喝酒 那就让她喝个够吧 但如今连老太发展成了酗酒 所以最后大壮只得向他送进医院借酒 某天大壮说连老太进了医院 借了酒生龙活虎的 还成了病人们的头头 大壮的朋友说 因为大壮和一个护士出的不错 所以连老太可高兴了 老板说等下周连老太出院 我们给他庆祝一下 大壮说那我老娘肯定高兴坏了 朋友说到时候把护士也带来吧 大壮很不好意思 让他别说了 大手一挥 打在酒瓶上 顿时打断了瓶嘴 飞了出去 刚云游回来的流浪诗人 一伸手轻松抓住了瓶嘴 众人甚是佩服 原来流浪诗人 身藏不漏啊 大壮连说对不起 之后老板为连老太 准备了庆祝会 大壮到医院接连老太 却迟迟未出现 朋友出去打电话 才得知大壮和连老太出了车祸 连老太轻赏 大壮内脏破裂 需要动手术 连老太一个劲求医生 一定要治好大壮 医生说您就放心吧 连老太突然眼睛一瞪 说要是你敢让他死 我就让你死 我了个去 老太太 您这是一闹啊 不过最终 手术很成功 大壮身体好 恢复迅速 三个月后 他出院了 母子俩又来深夜食堂 吃酒蒸蛤蜊 连老太已经不喝酒了 但奇怪的是 一向滴酒不沾的大壮 在车祸后 竟然爱上了喝酒 连老太还透露说 大壮最终 被那个护士给甩了 大壮忙说 不是答应不提这事的吗 于是母子俩 又唠唠叨叨的 拌起嘴来 老板不知道 这母子俩的关系 到底是好是坏 最后说一下 酒蒸蛤蜊的做法 趁大蒜不注意 将其拍扁 将辣椒去籽入锅 放入泡过澡的蛤蜊 倒入你喜欢的 不管什么酒 焖一会儿 再加点黄油和酱油 撒上葱花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全剧终 命运就像个霸王 欺软怕硬 还耍流氓 你踹他两脚 他立马发慌 你揍他一顿 他管你叫娘 人人只有一个娘 你最渺小时 他做你的脊梁 你最强壮时 他已满面沧桑 最爱你的人是妈妈 但他只能陪你走完 人生上半场 所以人须早强 孝须早进 人生繁华三千场 无人能打烟火戏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偶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深夜食堂第二季 四至六集 每两天 老板会做一次 干烧比目鱼 第二天就会有鱼洞 老板就会将鱼洞 送给客人吃 而美女玉美 非常爱吃鱼洞 鱼洞配米饭 再加上豆腐汤和小咸菜 是玉美最爱的组合 味道又鲜又香 看得酱丝直发馋 也说要吃鱼洞 但老板说 鱼洞只有这一份 是给玉美留的 酱丝见玉美吃的很香 关键是那么漂亮 所以就跟老板 打听玉美 是不是总来 帽子叔说 不要对别人的事 刨根问底 酱丝经营着一家快餐店 制作各种盒饭 但新来的店员不告而别 导致他一个人手忙脚乱的 正好玉美也来买盒饭 看到他这么忙 客人都等得着急了 就进来帮他接待客户 很热情 也很利索 这让酱丝更加喜欢玉美了 晚上酱丝请玉美吃饭 说老板 你应该跟玉美学习学习 热情点 哪只小叶和帽子叔说 我们就喜欢孤言寡语的老板 酱丝说 自己将来想开家餐馆 说餐馆里 要是有玉美这样的美女打理 就好了 然后他越看玉美越漂亮 他突然就站起来 跟玉美求交往 哪只玉美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酱丝相当的尴尬 而玉美离开时 正好被摄影君看到 摄影君进来说 刚才来的是玉美吗 好久没见他了 于是摄影君离开时 酱丝追了上去 问玉美的事情 哪只摄影君说 玉美是一名小姐 就在歌舞伎厅那边的一家店里 听说还挺难约呢 酱丝听了 顿时如舞雷轰顶 他还特意找到了那家店 服务商出来打招呼 他慌忙离开了 但之后 当玉美来店里吃饭时 酱丝依旧跟他聊得火热 一个劲的逗玉美开心 酱丝跟老板说 我是真心喜欢玉美的 但是他却是 一样对玉美很失礼 两个月后 玉美来到店里说 他很快就要结束了 老板很为他高兴 玉美说 但是还清父母的债后 我该做什么好呢 老板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等结束后 为你庆祝一下吧 庆祝你从过去毕业 于是玉美甜甜的笑了 某天酱丝接到老家的电话 他的母亲心肌梗塞病倒了 无法打理老家的餐馆了 所以他要回去继承家业了 此时玉美走进店来 对老板说 帮我庆祝吧 全都结束了 将司问庆祝什么 玉美说 我终于和我男朋友分手了 将司心里很激动 咕咚咚咚喝了一杯啤酒 他鼓起勇气 对玉美说 我明天一早就要回老家了 再也不回东京了 你有时间的话 能来乡下找我玩吗 玉美有些犹豫 将司忙说 你不是都结束了吗 见将司如此真诚 玉美笑着点头答应了 这是他们在深夜食堂吃的 最后一次愚动 一年后 将司寄来了明信片 上面写着 他和玉美将老家的餐馆 成为深夜食堂分店了 而照片上两个人笑得很幸福 某天帽子叔拿了罐头 让老板给做俩菜 老板给他做了 烤沙丁鱼和罐装青花鱼 炒苦瓜豆腐 帽子叔吃起来赞不绝口 而旁边两个大学生 也掏出罐头 让老板给加工 那是个菠萝罐头 于是老板琢磨了下 给他俩做了个菠萝古老肉 两人尝了一口连说好吃 帽子叔说 菠萝罐头很少见 两个人说 罐头是捡来的 说他们是大学生 在山里拍微电影 结果两人在山里的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一堆罐头 然后两人就拿了两个 帽子叔说 你们胆子好大 大树下堆罐头 不觉得很诡异吗 此时进来个漂亮女孩 女孩看着菠萝古老肉 很美味的样子 两个小伙识趣的端过去 给女孩品尝 女孩吃了一口 感觉酸酸甜甜 很好吃 见女孩长得漂亮 两个大学生就分别进来 邀请女孩参加他们的微电影 女孩说他考虑一下 然后女孩就来到了山里 来到了那堆罐头面前 原来那些罐头都是他摆放的 他目光呆滞 很是反常 然后他也拿了个牛肉罐头 让老板给做个菜 他对两个大学生说 他愿意参加他们的微电影 两人很高兴 忙将剧本给他看 小胖问 他是否很喜欢吃牛肉罐头 女孩说 突然很想吃 就从贡品里拿来了 小胖很疑惑 说贡品 坟墓的贡品吗 女孩说是的 小胖问 谁的墓 女孩说 是我自己的 说完就笑了起来 小胖两人感觉很诡异 但女孩看过剧本后 突然神色大变 剧本内容是 教授对女学生 使乱中气 还杀死了女学生 然后女学生变鬼复仇的故事 于是女孩将手机扔下大桥 然后开始往桥上爬 明显是要自杀 而另一边 小胖两人正在焦急 等待女孩来拍戏 但女孩没有出现 两人郁闷的来到深夜食堂 说女孩没去 只好在潜水那边 拍了些外景 哪只旁边一大叔说 你们知道潜水 是出了名的闹鬼的地方吗 两人摇头说不知道 大叔说1973年 一名女大学生 跟教授搞外遇 两人优惠的地点 就是潜水的别墅 后来女大学生 匿名给教授的妻子写信 目的就是让教授离婚 那样女大学生 就可以上位了 但教授并没离婚 而是跟他提出了分手 已经怀孕的女大学生 当然不同意 撕破脸后 被教授给杀了 尸体被埋在后山 而那教授也自杀了 小胖惊悚的说 这跟我们的剧本差不多呀 大叔接着说 女大学生的尸体 被挖出来时 穿着红色连衣裙 说警方在别墅里 发现了许多空罐头 都是女大学生 和教授吃的 于是小胖害怕的说 那女孩也穿红色连衣裙 他说过 给自己的坟墓 供奉罐头 难道她是那个 女大学生的鬼魂 两人非常害怕 说我们把菠萝罐头 还回去吧 再上炷香 说着就赶紧离开了 但转天一早 老板却突然看到了女孩 女孩说 其实她和自己的老师 也有了外遇 当她得知潜水别墅里 被杀女大学生的事情后 感觉那个女生就是自己 所以就给那个女学生 摆了许多罐头贡品 而昨天看了那个剧本后 她突然想到了自己 她悔恨难当 想自杀 但还是忍住了 原来这女孩并不是鬼 而接下来 女孩想出去旅行 忘掉和老师的那段虐恋 而老板给她特制了 蛋黄酱金枪鱼饭 女孩吃了一口特别好吃 然后就再也不想死了 某天那个大叔又来了 他说其实 他很想见见那个 被杀的女大学生的鬼魂 说他和那个女大学生是同学 上学时 他很喜欢这个女同学 但女同学却跟教授 乱搞在一起了 最后大叔叹了口气 离开了深夜食堂 哪知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这个大叔 竟然是个鬼魂 我了个去 这集有点惊悚啊 此时女孩旅行回来了 他说他去做义工了 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中 流淌汗水后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烦恼如此渺小 为那种事寻死觅活 真是傻到家了 老板给他倒了杯啤酒 说欢迎回来 人生有几次脱轨 又有几次月轨 只要心里没鬼 就能重回正轨 深夜食堂的食客们 都爱吃奶油炖菜 帽子叔和眼镜 都要了一大碗 两人吃得很欢乐 后面的客人 也都点了奶油炖菜 此时一个编辑 带着作家来吃饭 作家将手稿都撕掉 交给老板让他扔掉 因为编辑说这故事太老套 出版不了 作家说这故事 其实写的是我自己 是我的人生结局 编辑说 你明明有家 但为何不回去 作家说 我开始两天回去一次 后来周末才回去 再后来年末才回去 再再后来 就再也不回去了 都快十年了 编辑说 那你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吗 作家满不在乎的说 所以说 子无亲 一成人 呃 我感觉你他喵的 就不是个人 此时小花 跟小哥的社长 走了进来 小花吃了最后一份奶油炖菜 感觉很满足 转天一早 小花从深夜食堂醒来 老板给他沏了杯热茶 小花说 有人告诉我 手掌上有能碰到的痣 就会幸福 可惜 我的碰不到 说小的时候还能碰到 自从爸爸离开后 就再也碰不到了 晚上 作家又跑到店里来喝酒 还跟茶泡饭姐妹 炫耀自己女儿的照片 她将照片给老板看 老板一看 对是愣了 原来作家的女儿正是小花 但是她没说出来 因为小花虽然是大学生 但却在外面做圆娇小姐 而某天小花来到深夜食堂 高兴的说 她通过努力提前找到了工作 说大学一毕业 就能直接上班了 而她今天也结束了圆娇生涯 为此小花还到胡仙排位前 祭拜一番 感谢给自己带来好运 但哪知不久后 小花做圆娇的事情被发现 她的内定工作黄了 而她无奈又做起了圆娇小姐 某天作家打电话 叫了圆娇小姐 哪知正好叫到了小花 小花看到桌子上 自己一家三口的照片 顿时懵了 妇女俩以如此尴尬的方式见了面 顿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并互扇耳光 之后两人来到深夜食堂 作家跟大家介绍小花 是自己的女儿 重时刻都很惊讶 赶紧逃走 场面实在尴尬 而妇女俩开始敞开心扉 作家说都怪自己弃家不管 导致小花这样 小花说 如果你想做个好父亲 就别责怪我 就认同现在的我 说完就跑了出去 接下来小花又去面试了 哪知那正是小个子社长的公司 小花起身要跑 却被小个子拦住 小个子说 还记得我说过你手掌的痣吗 小花点头 小个子社长说 我忘了告诉你了 把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上 不就能碰到痣了吗 小花说 这也太狡猾了吧 小个子社长说 幸福也是有劲道的 于是小花就成了 小个子社长的公司职员 之后作家也将老婆喊了来 一家三口 在深夜食堂吃奶油炖菜 老板还将作家扔掉的小说 拿给小花看 就这么的 一家三口总算团圆了 全剧中 缘分来了 谁也挡不住 不念前世 前世皆苦 不问来生 来生已无缘 爱一个人的时间有限 昨日已逝 明日未知 所以今天才要爱得多采多姿 人生切不可乱来 你不乱来 生活就不会对你乱来 你若乱来 有运掉运 有财散财 一不错 不不错 卖出危险的一步前 三思而后行 不给自己的命运添乱 命运就不会给你下班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朵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深夜食堂第二季 七至十集 月子小姐是一位编剧 擅长描写爱情 每次写作到深夜 就会来深夜食堂 吃烟白菜 再配上一壶小酒 疲惫炖销 她说老板做的烟白菜 味道一流 跟她老家仙台的烟白菜 一个味道 有一次 她还将老板的烟白菜 送给了一位出租车司机 那司机也是仙台人 说好久没吃到过 老家味道的烟白菜了 而小夜 正好是月子的粉丝 她很激动的说 非常喜欢月子编的电视剧 每一部都追 此时 小瘦瘦和同伴 也来吃宵夜 月子忙给小瘦瘦 看自己家猫的照片 因为月子的猫 是小瘦瘦的猫的儿子 月子很奇怪 有时候回到家 猫就对他又抓又咬的 经验丰富的小瘦瘦说 那是因为你身上 有男人的味道 月子听了 忍俊不禁 但其实小瘦瘦 确实说对了 月子正和一个男人 秘密约会 有时两人激情一番后 身上就会留下 那男人的味道 某天那男人送月子回家 两人没缠绵够 非要当街机吻 结果就被狗仔队偷拍了 转天月子和已婚 电视台制作人 偷情的丑闻 就建筑报纸杂志 时刻们都认为 是这个制作人 滥用职权欺负女性 不知祸害了多少女人 而制作人来到深夜食堂 听到这一切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跟老板说 他就是制作人 说他特意来吃月子 夸赞的烟白菜 制作人说 他是倾慕月子的才华 才爱上他的 说他对月子是真爱 而月子一个星期后 又来到深夜食堂 他说这段时间 他被记者围追堵截 都快撑不下去了 他还将他的猫给带了来 他说制作人 是最理解他作品的人 是唯一让他纵情而写的人 所以他才不顾对方有妻子 而坠入虐恋 此时有客人进来 那只猫一下子窜了出去 结果就被汽车给撞了 被撞断一条腿 住进了宠物医院 那个老乡出租司机 正好看到一切 他来将月子送回了家 大叔说 他上周回了老家仙台 去看了海 还看到了海滩上的螃蟹 他说他以为螃蟹早就没了呢 没想到又出现了 他说生命这东西真是顽强 月子感觉潮起潮落 恰似悲欢离合 他顿时来了灵感 回去完成了一部作品 将堵在心里的话都写了出来 而制作人看到作品后 说写得非常好 而月子说 我们结束吧 否则我没法前进 而制作人很伤心 但还是答应了 半年后 月子写的这个连续剧开播了 反响非常好 而月子说 他今天就要开始新的约会了 小兽兽说 我看你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啊 但是没有爱情的作家 怎么能写出真爱呢 那就像纸上谈兵 妄媒止渴 画饼充饥 所以想写爱 必先爱 想成人 先做人 老板很擅长做土豆炖肉 客人们都很爱吃 喝着啤酒 吃着肉 简直美哉快哉 帽子叔说 老板做的土豆炖肉 有妈妈的味道 某天西庄哥 带着新娇的漂亮女友千秋 来吃饭 千秋吃了一口土豆炖肉 简直惊艳了 他说小时候家里穷 买不起牛肉 所以土豆炖肉 都是用猪肉 还说要回去练习 做土豆炖肉 做给西庄哥吃 西庄哥美得 我只要看着你美丽的样子 我就不饿了 简直是不管不顾 撒狗粮啊 帽子叔说 西庄哥曾经无家可归 没想到能找到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雪鱼姐说 西庄哥结果婚 不知那女人 是怎么看上她的 此时一个蛋糕妹 端着蛋糕来到店里 结果大家都说没点 老板看了地址说 是隔壁那条街的 蛋糕妹忙道歉 然后离开了 但过了段时间 那蛋糕妹又来了 这次是蛋糕上的字 写错了 蛋糕妹很着急 没想到心灵手巧的流浪诗人 融化了一些巧克力 把措字给改了过来 众人都拍照叫好 流浪诗人又引诵了 几句深奥的诗句 蛋糕妹顿时被深深吸引 某天蛋糕妹来到店里 想对流浪诗人表示感谢 但诗人不在 她要了土豆炖肉 吃起来炖感美味无比 她说小时候家里穷 土豆炖肉都是用猪肉 这说法跟西庄哥的女朋友 天秋说的一个样 蛋糕妹还说 她家有六个孩子 最大的姐姐 做化妆品顾问 全国各地奔波 大约半年前失去了联系 也不给家里寄生活费了 说姐姐寄来的 最后一封信里写着 在新宿上班 于是蛋糕妹就来到这里打工 希望能遇到姐姐 而出来时 蛋糕妹碰见了流浪诗人 她盲表示感谢 流浪诗人说 红尘世间众多琐事 竭尽全力 人生莫要 拘泥当下 然后就走进了深夜食堂 蛋糕妹又被深深震撼了 盲鞠躬说了谢谢 然后转身离去 某天 帽子叔和摄影君一个劲夸土豆炖肉 太好吃了 但眼界却说 他不喜欢 他说两年前 他被调到福岗工作 遇到一个女孩 漂亮又温柔 眼界说喜欢吃土豆炖肉 女孩就去眼界的公寓给他做 做得非常好吃 之后两人就同居了 女孩每天都给他做土豆炖肉 眼界感觉很幸福 但哪知两个月后 女孩突然失踪了 还卷走了眼界所有的积蓄 帽子叔和摄影君都很同情眼界 此时蛋糕女孩送来了蛋糕 竟然是眼界给自己点的 他要给自己庆祝生日 帽子叔热情挽留蛋糕妹喝一杯 一起给眼界庆祝生日 蛋糕妹答应了 给眼界倒酒 眼界顿时爱上了这个美丽 腼腆的姑娘 而此时西庄哥又带着女友千秋来了 说千秋非常想吃老板做的土豆炖肉 哪知眼界神情大变 激动的指着千秋说不出话来 原来千秋就是卷跑他前的前女友 而千秋也看到了眼界顿时愣了 而旁边的蛋糕妹端起蛋糕 走过去 糊了千秋一脸 蛋糕妹大骂千秋 玩失踪 原来千秋是蛋糕妹的姐姐 眼界大喊千秋是骗子 而西庄哥傻了 问千秋是怎么回事 蛋糕妹问最近的派出所在哪里 老板说就在拐角 蛋糕妹给大家道歉 然后送姐姐去派出所 而眼界和西庄哥都是受害者 都已经哭倒在地 千秋说你胡我一脸也太过分了 蛋糕妹说我刚要拿下眼界 你就来坏我好事 千秋说谁让老板做的土豆炖肉 太好吃了呢 原来这姐妹俩都是骗子 然后两人就偷偷的溜了 但不久后两姐妹还是被抓住了 两人诈骗了二十几人 分布在全国各地 老板将报纸给流浪诗人看 流浪诗人吓了一跳 想念两句诗 但已无话可说 不配所婚必生嫌隙 不配所得必生货端 想吃馅饼自己烙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一定下了浩子药 八年前流浪诗人 还不是流浪诗人时 他去给过生日的女友送钻戒 并求婚 但半路他却遭到追捕 最后他只好将钻戒 藏进了寺庙的小箱子的最里面 然后他就被赶来的警察抓捕了 原来流浪诗人 以前是新宿最大的非法赌场的老板 他因非法牟利被判入狱 而此时深夜食堂的饺子 深受顾客们的欢迎 西庄哥要了一杯姜汁酒和中份夹蒜饺子 于是老板打了电话 让饺子馆给送来 很快附近饺子馆的老板 将饺子送了来 西庄哥忙占了占料 吃了一个 莲夸太香了 小叶奇怪的问 老板您以前不是自己做饺子吗 怎么改叫外卖了 老板说 这家的饺子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说这个饺子店的老板 以前在一家中华料理店工作过 学到了饺子的制作秘诀 然后就自己开了店 小叶也加了一个尝了尝 又香又脆 顿时大壶好吃 饺子老板夫妻俩经营饺子馆 虽然辛苦 但很温馨踏实 这天饺子老板去其他家送饺子 让妻子来给深夜食堂送饺子 雪鱼姐和鲑鱼姐迫不及待的 吃起了鲜美的尖饺 而老板看到饺子老板娘后 愣住了 原来两人以前认识 而当老板娘离开时 却碰见了流浪诗人 两人顿时呆住了 随后老板娘慌忙离去 原来老板娘就是八年前 流浪诗人的女朋友 我了个去 深夜食堂简直就是 失散人口聚集地啊 原来八年前 流浪诗人就是让女友 在深夜食堂等她的 但没想到半路被抓了 而老板告诉流浪诗人 说她女友已经是饺子老板的妻子了 流浪诗人说 她要把女友夺回来 但老板警告她说 你和她八年前就结束了 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晚上饺子老板来到深夜食堂说 下周是她老婆的生日 还说自己是再婚的 女儿也是和前妻所生 她说她女儿一直想来深夜食堂 吃好吃的 说下周她老婆过生日时 一家三口想来深夜食堂庆祝 作为交换 她会将制作饺子的秘诀 传给老板 那样以后老板就能自己做给顾客吃了 于是老板同意了 但某天饺子老板娘接到个电话 她谎称是老家打来的 然后就偷偷跑了出去 原来电话是流浪诗人打来的 老板娘说 八年前她并不知道流浪诗人被捕了 因为她那天没等到流浪诗人 就回老家照顾生病的父亲了 两人都以为自己被对方抛弃了 流浪诗人说 下周就是你生日了 我们一起离开吧 老板娘说 别开玩笑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她刚要离开 就被流浪诗人一把抱住 说你生日那晚七点 我在食堂旁边等你 而老板娘一句话没说 转身离去 之后流浪诗人就跑去 掏出了八年前藏的戒指 饺子老板娘生日这天 下起了雪 一家三口在深夜食堂包饺子 小女儿非常高兴 还跟老板说 爸爸妈妈从没吵过架 关系可好了 突然饺子老板说 她给老板写的 辣油的配方便条忘记带了 于是她和女儿回去拿便条 而老板娘给女儿穿衣服时 看到了外面等待的流浪诗人 而饺子老板和女儿 根本不知道这里 竟有如此一个阴谋 饺子老板娘问老板 我现在是不是很幸福 但是回到过去 不也是可能的吗 说着解下围裙 想要离开 而老板早已看到了 外面的流浪诗人 她说 你的人生不仅属于你自己 但老板娘说 我的人生就是属于我的 然后冲了出去 她和流浪诗人四目相对 但两人刚要离开 小女儿跑了过来 将生日蛋糕捧给老板娘 说刚才她和爸爸 其实是去取生日蛋糕了 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老板娘心里煞是翻江倒海 难以抉择 流浪诗人见一家三口 如此幸福 又见老板娘进退两难 于是她拎起箱子 转身离去 从此再也没出现过 叫的老板和女儿 出来喊老板娘去吃蛋糕 老板娘握着小女儿的手 走进店去 外面供奉胡仙的神社上 放着两张机票 之后老板做的饺子 也一样美味了 深受客人们的青睐 每天深夜食堂的客人 都很多 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 非常开心 一天的疲劳都消失殆尽 圣诞节又来了 大家又在深夜食堂 开心的吃着烤螃蟹 一年又要结束了 不知来年会不会更幸福 第二季中 前缘忘不了 往事逃不掉 何须再重逢 徒增伤心处 三生流离苦 几多乱世人 何须杯饮酒 且听断肠声 好了 我要去炖肉了 咕嘟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温馨感人日剧 深夜食堂第三季 一二五集 三四集不好看 我就不讲了 这天茶泡饭姐妹正在讨论唇爱问题 说这年头根本没唇爱 此时一个女人走进来 让老板给做份炸肉饼 深夜食堂有个特点 就是你说什么 老板都能给你做 除非没材料 炸肉饼看起来非常美味 女人咬了一口又脆又香 肉汁四溢 还是老味道 女人赞不绝口 老板说 能看见你很高兴 女人说 我老公阿泰去世前一天 说想吃你的炸肉饼 可惜没吃成 说到这里 她突然哽咽起来 眼面痛哭 丈夫去世八年了 她毅然无法从痛苦中 解脱出来 女人离开后 眼界说 那是鹿岛美杀旭啊 以前著名的歌手 有许多的金曲 雪鱼姐说 对就是她 她丈夫做词做曲 她来演唱 是名副其实的歌坛抗力 但丈夫去世后 美杀旭就疯卖了 几乎是闭门不出 眼界说 我也好想和这样深情的女人结婚呢 而又来吃牛油拌饭的 美食家调侃说 我死后 我家那位一定会高呼万岁 众人不禁哈哈大笑 但没过多久 美食家郁闷的来到深夜食堂 说她老婆得了癌症 虽然做了手术 但不知以后会怎样 说她老婆做饭难吃 所以她才到处找美食吃 最终成了美食家 美食家对卧病带床的妻子说 等你出院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有家新开的高级意大利餐厅很不错 妻子忧郁的说 我还能出院吗 美食家忙说 医生都说没问题了 他问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吗 妻子想了想说 我想听一首歌 于是美食家就去唱片店寻找 哪知那张唱片已经绝版了 于是美食家就跑去卡拉OK 点那首歌 那首歌正是美沙旭演唱的 什么也别说 他想学会了唱给妻子听 但无奈唱得太难听 他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而此时美沙旭也戴着大口罩 在这里听自己的歌曲 怀念着自己以前唱歌的样子 没想到 出来时就撞到了美食家 结果两人都认出了对方 于是两人就来到了深夜食堂 吃宵夜聊天 于是美食家就拜托美沙旭 为自己得了癌症的妻子再唱一次 什么也别说 但美沙旭说他办不到 说他在丈夫的坟前发过誓 不会再为别人唱歌了 然后就冲出了深夜食堂 美食家失望的跟妻子说 那张CD绝版了 但妻子说没关系 于是美食家很自责 他又找到老板 希望将17号的深夜食堂包给他 说他想为妻子庆祝出院 于是老板同意了 某天美沙旭又来吃炸肉饼 老板说您真的不在唱歌了吗 美沙旭说 阿泰死的时候 我正在台上唱歌 我要是早点结束做歌手 回去陪在他身边该多好 而老板说 我感觉阿泰也许更喜欢唱歌的你 美沙旭受了触动 若有所思 于是他来到医院 看望美食家的妻子 美食家的妻子认出 她是美沙旭 激动万分 美沙旭跟他说抱歉 说我不再唱歌了 美食家的妻子说 能见到您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以后不为别人唱歌了 请您一定要为自己而唱吧 于是美沙旭来到丈夫墓前说 你写的每首歌都是给我的情书 但你却离我而去 那些情书 我就再也不敢拿出来唱了 他苦笑着说 我那么喜欢你 你却早早的走了 这太不公平了 晚上老板给美食家的妻子 举行了庆祝会 做了很多好吃的 大家吃的很欢唱 美食家说好了 现在到了唱歌时间了 然后他站起来准备唱 什么也别说 虽然难听 但也好歹是份心意 但突然吉他声响起 就见眼镜弹着吉他 从后门走进来 而跟在他身后的 竟然是美沙旭 美沙旭穿上了演出服 深情的演唱什么也别说 优美动听的歌声 让每个人深深讨罪 美食家的妻子 更是红了眼圈 路上的行人 听到歌声 纷纷围拢过来 没想到在小食堂里 能见到美沙旭本人在唱歌 而美沙旭 也仿佛找到了舞台上的感觉 意气中了 众人热烈鼓掌 外面的行人 也都纷纷叫好 美沙旭说 老板给我来一份炸肉饼 老板说 好嘞 马上好 而美食家早已热泪盈眶了 妻子在他身边幸福的笑着 该抓牢的抓不住 该放手的放不开 人活在世上有太多无奈 只有你自己开心了 爱你的人才会开怀 某天经常来深夜食堂的客人 首总跟老板告别 说他要回老家了 首总是画漫画的 开始画得风生水起 哪知越来越没市场 只好落寞的离开 一会儿功夫 漫画社的男编辑 带着一位漫画新人 乔本来到店里 男编辑说 乔本获得了他们杂志社的新人奖 然后男编辑就请乔本 吃老板的拿手菜 番茄肉卷 将小番茄用肉裹起来 然后穿上竹签子用火烤 肉香包裹着酸酸甜甜 味道相当的好 男编辑说 他也做过首总的编辑 首总也获得过 他们杂志的新人奖 但首总没带他们杂志混出头 就又去其他杂志了 但没想到最终他放弃了 乔本说 您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会辞掉工作 专职画漫画 之后乔本画的漫画 出版发行了 销量还挺好 以前的同事都羡慕他 能一炮打响 而乔本也和女同事表白了 两人很快同居了 乔本每天在家里辛勤作画 但他辞掉了工作 漫画因质量不佳 也好久没出版了 只得跟女友要钱画 因女主编觉得乔本的漫画质量不好 不给他连载 于是乔本就跟男编辑诉苦 说女主编不理解他的漫画 他喝多了 回家吐了一地 还得女友给他收拾 之后他更加潜心画画 这次他画了个全新作品 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哪知女主编依旧不认可 还让他学习学习其他人的作品 于是乔本又去跟男编辑抱怨 但男编辑却说 你的画确实很无聊 读者是不会花钱买的 你自己觉得你画的有趣吗 千万不要敷衍 那是在害你自己 男编辑对老板说 成为专业漫画家很辛苦 但成为专业漫画家后 更要辛苦十倍 他遗憾的说 跟我在这里吃过番茄肉卷的新人 都没什么前途 老板说 你可别怪我家的饭呢 男编辑忙说 我开玩笑的了 而乔本的女友 终于受不了他每天做画 却没任何希望 也不找工作赚钱 于是跟他提出了分手 几天后 胡子拉叉的乔本来到深夜食堂 跟老板说 他要放弃漫画了 老板看他颓废的样子 说其实这样也挺好 乔本说 可是我除了漫画 就一无所有了 老板说你说错了 应该是当你一无所有时 你还剩下漫画 意思就是 把漫画当作你最后一条路 而不是唯一一条路 乔本听了 很受触动 此时走进来两个人 竟然是当年落魄离开的手种 而身旁的美女是他女朋友 手种说 他回老家后 做了一名漫画助手 然后就遇到了 也爱画漫画的女朋友 之后他又燃起了画画的欲望 和女友一起画画 寄给出版社 终于被连载了 总算实现了梦想 所以他就带女友 来吃老板做的番茄肉卷 手种的女友 非常喜欢吃番茄肉卷 连说好吃 而乔本跟手种打了招呼 说自己也是画漫画的 然后他跟老板告别 要离开 手种突然说 如果累了 就先把漫画放一放吧 等到真正想画的时候再画 也不迟 乔本表示感谢后 落寞离开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春雨犀利的夜晚 美岁带着小学同学 小百合来店里吃饭 说月末 他们要举行小学同学会 他们几个负责人 提前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一晃25年过去了 当年的同学都变了模样 顿时其余客人 也都开始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感慨时间泡得太快 而小百合点了特别喜欢吃的粉丝沙拉 将细粉丝煮熟 加入黄瓜木耳 豆皮 香肠 以及调料搅拌 两人吃起来感觉相当美味 美岁说小学同学志赫 就特别喜欢吃粉丝沙拉 还说自己那时曾暗恋志赫 他问小百合暗恋谁 小百合不好意思的说 他那时也暗恋过志赫 还说自己本不爱吃粉丝沙拉 但志赫爱吃 所以他也就喜欢吃了 终于同学聚会到了 大家开始挖25年前埋下的时间胶囊 而同学志赫也来了 然后晚上美岁就带儿子和志赫来吃饭 原来美岁是离婚的单亲妈妈 老板给他们做了大份粉丝沙拉和儿童套餐 美岁遗憾的说 小百合因为得了盲肠炎住院了 所以没来参加同学会 转天美岁和志赫就去医院 看望小百合 小百合看到志赫有点害羞 美岁偷偷说志赫还是单身 让也是单身的小百合主动点 美岁告诉志赫说 小百合一直和妈妈一起生活 还说在自己生孩子时 离婚时都是小百合陪在自己身边 是自己最好的闺蜜 而志赫提议小百合出院后 来深夜食堂给他庆祝一下 回去时志赫背着美岁的儿子 那画面很是温馨 而小百合看着时间胶囊里挖出来的 自己当年写的信不禁感慨万千 终于小百合出院了 三人来到深夜食堂庆祝 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 而美岁让小百合赶紧和志赫单约 但最终美岁喝多了 被掺回了家 两人看着美岁呼呼大睡的样子 感觉很好笑 小百合在他们的母校当小学老师 某天下课后 美岁突然来教室找小百合 两人来到了当年上课的教室 坐在当年的位置上 怀念不已 而美岁突然跟小百合说对不起 说志赫跟他表白了 小百合非常惊讶 美岁说他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志赫很坚决 而且还为他儿子考虑了很多 所以美岁也就喜欢上了志赫 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小百合听把很气愤 说我对你来说根本不重要 你什么事都是决定了才跟我说 只是为了得到我的肯定而已 说完他气愤的离开 晚上小百合就来到了深夜食堂 要了份粉丝沙拉和啤酒 他说他在时间胶囊里放的信里写着 自己的愿望是和喜欢的人结婚 为他做粉丝沙拉 他将音乐盒打开 放的音乐是离别之曲 他说这是美岁送他的生日礼物 说这首音乐太适合现在的自己了 客人们劝他笑一笑 忘记不开心 于是小百合笑起来 大口吃起了粉丝沙拉 边吃边说好吃 但是他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 哭得很伤心 唇雨滴滴答答 像极了伤心人的眼泪 转天一早 小百合从深夜食堂醒来 说自己昨晚太失态了 他说他是想把音乐盒丢掉才带来的 老板说还是丢不掉吧 小百合想了想 还是觉得丢不下这份友情 于是他给美岁打了电话 让美岁一定要幸福 说自己会坚强的 美岁哭着点头 说着谢谢 而小百合似乎完全释怀了 他跟老板道谢后 一个人离开 天空已云开雾散 只不知他心里是否 还能晴朗如初 全剧中 当爱情和友情狭路相逢 通常都是爱行圣 但爱情和友情哪个靠谱 却不一定 珍惜你的友情 追求你的爱情 当你的友情想撬走你的爱情 要么你就拼命 要么就助他们 防势不行 多少热情被冷水浇头 多少理想被气势接头 多少出路锋芒 却后劲不足 多少信心满满 却实力不够 能力不切实际 又没有学习能力 自己都看不下去 怎能指望别人满意 所以天赋是根 兴趣是本 学习能力是进步的根本 而浮躁的心 是成功的敌人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治愈系美食电影 深夜食堂第三季 七八九集 六十集不好看 我就不假了 老贺夫妇每天早晨都来深夜食堂吃早餐 夫妻俩非常恩爱 老贺夫人水浆说 老板做的鲜子汤味道非常好 此时一个小伙跑进来说 他昨晚跟别的女孩滚床单了 让老板给他做假证 说他在深夜食堂睡了一夜 结果女友怒冲冲赶来 政治的老板却笑笑走开了 女友直接扇了小伙一耳光 然后压着小伙走了 晚上食客们就开始讨论男人都花心的话题 他们说老贺夫妇就很恩爱 正说着老贺走了进来 说他夫人回广岛老家了 说夫人的女儿快生了 还说夫人曾离过两次婚 而自己是第一次结婚 说他和夫人是在去年夏天的中学同学会上相爱的 之后老贺每晚都来吃宵夜 这天他突然看见一位女顾客 正是围棋比赛节目里做记录工作的李子小姐 他很喜欢李子小姐 于是就跟对方热情攀谈 李子小姐说他做记录只是打工 他正朝着专业围棋手努力呢 但老贺说自己并不懂围棋 一看围棋比赛就会睡着 但两人依旧聊得很开心 某天老贺的同学来东京做客 老同学拿出一张照片 正是老贺的夫人水江 在广岛老家的照片 照片上有水江的女儿儿子和女婿 还有个人抱着水江的 正是他们的同学阿晃 高中时阿晃还追求个水江呢 老同学说阿晃是特意飞到广岛去见水江的 老贺听吧很是不开心 老同学还跟旁人说水江上学时裙子特短 有很多男生追求 没想到现在却嫁给了老实巴交的老贺 回到家后老贺就睡不着了 只好看着围棋比赛出神 他越来越感觉记录员梨子小姐很有味道 一周后水江还没有回来 说是儿子骑车摔断了锁骨 住了院需要照顾 老贺觉得这是水江撒的谎 还说水江年轻时是不良少女 很受男生欢迎 据说跟很多男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 老板愕然道你到底想说啥 老贺说其实都是过去的事的 我也不介意的 转天下班老贺给水江打电话 水江说他正和阿晃一起吃饭 商量儿子车祸保险的事情 说阿晃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而老贺顿时醋意上头 说真好啊 有那么多男人排队帮你 水江问他什么意思 老贺说你就别回来了 儿子女儿还有以前的男人都在那边 水江生气的说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老贺说你每天连个短信也不给我发 你有那么忙吗 说完就挂了电话 于是水江很生气 又要了一瓶酒 结果他就喝多了 被阿晃扶上了车 结果两人四目相对 回忆起年轻时的激情岁月 阿晃说我们去开个房吧 那只水江说阿晃啊 其实我对那种事已经不感兴趣了 而阿晃忙说我是开玩笑的 原来水江的儿子确实摔断了锁骨 而水江也没想跟阿晃发生什么 但老贺挂了电话后 到深夜食堂喝闷酒 又遇到了李子小姐 老贺拿出围棋书说 我现在也开始学围棋了 然后就让老板给李子小姐上酒 说他来请客 结果镜头一转 两人就跑到了宾馆 呃这似乎有点没道理啊 李子小姐见老贺不动 说道我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人 于是老贺就利索的扑了上去 转天一早老贺来吃早餐 碰到了被删耳光的小伙 小伙说他和女友已经要结婚了 老板让他们好好过日子 而老贺就内疚的说他犯了错误 感觉对不起水江 老板说生活就像鲜子 要仔细的去除内心的沙子 才能熬出鲜美的鲜子汤 之后水江回来了 两人又来到深夜食堂喝鲜子汤 老贺向水江道歉 说自己那天晚上犯错误了 哪只水江说我也要跟你道歉 老贺急道你喝啊晃那个啦 水江说当然没有 我道歉对你关心不够 让你多虑又吃醋 老贺请求妻子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说自己会证明对他是真心的 然后水江就原谅了他 两人喝起了鲜美的鲜子汤 说真好喝 老板刚听完两人的对话有点油腻 说好喝就多喝点 然后两人喝完就幸福的回家了 表面风平浪静 心里蠢蠢欲动 多少幸福毁于找刺激 多少家庭毁于续旧情 能克制自己是人性 克制不住的是兽性 龙哥的小弟阿健很爱吃金瓶牛棒 就是胡萝卜丝和牛棒丝 拌在一起的凉菜 但阿健却滴酒不沾 小叶说长得很凶 但不喝酒 怎么形容来着 摄影军说徒有其表 阿健怒了大骂摄影军 摄影军慌忙道歉 此时一个女人进来 也点了金瓶牛棒 边吃边夸赞老板做的正宗 而阿健一眼认出这个女人 是自己高中时的英语老师 老师也认出她是以前 总爱打架的学生阿健 老师激动的过去拥抱阿健 说都长成男人了 都认不出来了 老师说他一直在纽约 做翻译和导游工作 说他在纽约十年了 刚刚回来 第一个就碰见了阿健 阿健问他老公是做什么的 老师说自己一直单身 然后英语老师就邀请阿健去喝一杯 阿健同意了 两人来到了小瘦瘦的酒吧 结果酒量很差的阿健喝多了 一个劲大喊大叫出阳下 被老师打了一巴掌 结果阿健一个劲鞠躬 让老师多打两下 气得老师任俊不禁 转天英语老师又来到了深夜食堂 还带了个男人过来 那个男人是英语老师 高中时的班主任 班主任对英语老师说 去热海泡温泉已经订好了 英语老师很开心 原来这两个人是情人关系 白天时阿健陪着老师去买纪念品 小瘦瘦很喜欢阿健选的围巾 夸赞阿健有眼光 老板问老师什么时候回去 阿健说还有四五天吧 说上周老师一直在和以前的熟人聚会告别 三天后老师终于告别完了 他跟阿健来深夜食堂吃饭 老师一直在等他情人的电话 还告诉阿健自己要和情人去热海泡温泉 阿健听了很落寞 他鼓足勇气说 我不行吗 老师有些惊讶 说你不嫌弃我这种老太婆吗 阿健说您才不是老太婆呢 谁说您老我就插死他 老师笑着说 老板你每天招呼这种客人 真是辛苦你了 然后老师就同意了明天和阿健去泡温泉 但当阿健送老师回宾馆时 英语老师的情人出现了 说他今天工作太忙忘了打电话 并说明天可以去热海 但英语老师有些不高兴 阿健说老师等您电话等了一天 说明天就拜托您了 然后他扭头要走 但英语老师喊住了他 将他拉进了宾馆 说他早就和班主任没感觉了 阿健忙说老师 其实我 老师说 其实你是混混是吧 看上去就不务正业的样子 阿健说和我这种人真的好吗 老师说那你要让我好好爽爽啊 阿健说不是明天去热海才那个吗 老师说时间不多了 活在当下吧 呃 后面的情节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泡温泉回来后 阿健对老板说 自己高中辍学来东京时 英语老师鼓励他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还把自己的便当给他在车上吃 而便当里就有金瓶牛瓣 那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味道 阿健说他想让老师幸福 所以他已经金盆洗手了 因为这事还被龙哥揍了一顿 正说着老师来了 阿健很高兴的要跟老师喝酒 结果没喝多少就醉倒了 老板问老师以后还回不回日本 老师说不知道 说以后他要去更远的地方了 还说希望阿健忘了自己 凌晨时分 老师亲了手税的阿健一口 然后拉着行李回美国了 之后阿健果然开始自食起力 在游戏厅做服务员 他梦想着以后能和英语老师在一起 一个月后龙哥找到他 交给他一封信 阿健看后顿时情绪崩溃 踩烂了钢猪篮子 全然不顾的痛哭起来 原来那封信是英语老师写的 其实英语老师是得了绝症 回日本跟熟人告别的 这封信是他在弥留之际写的 然后寄到了深夜食堂 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有些缘分来得晚又去得急 有些遗憾 后悔没早点做 又后悔没早点说 就像有些爱情 当初想爱不敢说 现在说了又不敢爱 就像有些故人 在你面前时不觉得 消失无踪了又很心痛 警察老爷正盘查一个贩毒嫌疑人 但对方很不配合 老爷指的跟对方客客气气的 哪只老爷的搭档全小姐 发现车顶棚重量有益 用刀割开顶棚里面都是毒品 嫌疑人直接被抓 然后两人就去深夜食堂吃夜宵 他们都爱吃韭菜炒猪肝 猪肝加淀粉加油 抓一抓用油煎 再和韭菜豆芽菜翻炒 吃起来非常有滋味 而且对眼睛好 老爷和全小姐随时搭档 但脾气不合 经常伴嘴 这天两人接到报警 漂亮女孩说 有人偷她晾在阳台的内衣 还偷亏她 老爷问她为什么一周后才报警 女孩说担心警察 不管这些小事 全小姐让老爷眼神不要那么严肃 老爷说我眼神有问题吗 女孩说您看起来挺温柔的 但是眼神似乎色眯眯的 老爷顿时无语 之后老爷和全小姐就在楼下监视 但等了好几天 也不见变态来偷内衣 但某天老爷发现 有人在爬女孩家的阳台 他急忙跑过去 将正在阳台偷窥的变态抓住 但哪知当他往屋里看时 看到女孩穿着性感内衣在跳舞 而女孩转过身来时 却是全小姐 原来是全小姐故意勾引变态上门偷窥的 老爷顿时看傻了 全小姐对女孩说 你说的对 她的眼神果然色眯眯的 老爷说全小姐是钓鱼执法 全小姐说 你那种办案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呢 老爷气哼哼的走了 而全小姐独自去吃韭菜炒猪肝 他说老爷以前很拼 得过很多奖 可没想到现在这么老古董 死板跟不上时代 说自己和老爷完全不对脾气 某天全小姐看到老爷 正和一对母女热情聊天 小女孩说她快过生日了 原来老爷是看上这个单亲母亲了 还买了蛋糕 去给女孩过生日 哪知全小姐突然窜出来 吓得老爷一哆嗦 把蛋糕挤碎了 老爷说 他曾破获了一起杀人案 男人遇害了 留下了母女俩 于是他就经常对母女俩嘘寒问暖 还说我们要关心受害者的生活 全小姐说 别说那么高尚 你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而且这样做违反了警员条例 说你不就是对那个寡妇有兴趣吗 就承认了吧 然后老爷又气横横的走了 全小姐说 他这样才叫公私不分呢 总是叫别人赵章办案 其实他自己才是越界的那个 说自己都不想跟他做搭档了 但老板说 千万不要对别人轻易失望 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于是过了几天后 全小姐就拉着老爷来吃韭菜炒猪肝 哪知他还约了那对母女前来 单亲母亲说 他一直想对老爷表示感谢 正好全小姐给安排了这次机会 老爷心里非常高兴 还以为全小姐在帮自己 哪知全小姐说 后面还有惊喜 结果就进来一个男的 女人说这男的是他未婚夫 一家三口已经住在一起了 三人一起对老爷表示感谢 而老爷顿时心里绞痛 阵阵哀嚎 全小姐说 人家早就订婚了 只是你一直没发现 你还是振作起来 好好做警察吧 我们可是好搭档哦 老爷垂头丧气 而全小姐给他加了韭菜猪肝 然后心满意足的吃起来 他让老爷彻底崩溃 但也彻底解脱了 有时候人们只得别人偷吃时 自己正嚼着肉 有时候人们轻易原谅了自己 却对别人严苛要求 看不到别人优点的人 一定没什么朋友 看不到自己缺点的人 一定没什么成就 为别人多想一秒 就会让自己多点优秀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治愈系美食电影 深夜食堂第四集 一二三集 锅里放肉 再放胡萝卜 绿豆芽 圆白菜 韭菜 翻炒后加些水 再将面条煮熟 将刚才的蔬菜汤倒进去 一碗搭配均衡的汤面 就做好了 在电台工作的DJ阿导 特别喜欢吃老板做的汤面 但就是担心 半夜吃面会发胖 一会儿功夫 女出租司机 晴梅走进来 要了一碗汤面 不加面 果然老板 光给她上了一碗汤菜 晴梅就热乎乎的吃起来 阿导很惊奇 说还有这种吃法呀 晴梅说 深夜吃碳水化合物不太好 但吃蔬菜 就没什么问题了 于是在转天的电台节目时 阿导谈起了 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 还说她在常去的店里 遇到一位客人 吃汤面不加面 说这方法还真是不错 而晴梅开出租车时 也听到了阿导的节目 而转天阿导对晴梅说抱歉 将她当成了话题 晴梅问阿导 为何要做电台DJ 阿导说 以前自己沮丧无助时 听到深夜电台广播 就感觉这孤独的深夜里 并不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爱上了电台DJ这个职业 此时有熟客给晴梅打电话 晴梅立刻去工作了 而阿导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晴梅 转天她就兴奋的拿着一张图片 说晴梅就是自己小时候喜爱的一部 超级忍者电视剧里的 女忍者洪峰 还拿出忍者战队的图片给大家看 还做出忍者们的经典动作 她说小时候还给忍者洪峰写过信呢 于是下一次播音时 她就说起了 她小时候看过一部 叫忍者战队的特赦片 说她喜欢里面的女忍者洪峰 还说自己偶遇了洪峰 还说洪峰是她的单相思初恋对象 而晴梅听到这些的时候 却烦躁的关了收音机 而阿导决定为这部电视剧做影迷会 她在电台官网发出消息后 引起强烈反响 而西装阁也是这部剧的忠实粉丝 两人聊剧聊得不亦乐乎 小瘦瘦和同伴不禁好笑 说男人就是长不大 阿导说她准备邀请洪峰上节目 谈谈人生经历 但哪知晴梅找到阿导说 拍了忍者战队这部戏后 无论自己演什么 人们还是叫她洪峰 所以她就放弃了当演员 说她之后经历了很多事 才走到现在的人生 还说她不喜欢被人当成趣事谈论 引起骚动 阿导盲说抱歉 说这并不是她本意 晴梅对老板说 其实她并不怕 人们知道自己开出租车 老板说阿导也说过 你在很努力的做你现在的工作 晴梅说 她是忍者战队里最不会演戏的 还总自以为是迁怒于别人 但队长黑吾 却总包容她 还说自己当初很喜欢队长黑吾 但是有一次 她比平时早到演博士 结果发现黑吾竟然穿着女人的衣服 于是黑吾说了实话 说她其实早想做女人了 于是从那之后 两人就成了智友 晴梅说 她不上电台节目 是怕粉丝们又去调查黑吾的隐私 她说以前黑吾保护她 现在她要保护黑吾 但话锋一转 她说看来她是多虑了 因为她去找了黑吾 但黑吾早就看开了 说走自己的路 随便别人怎么说 老板点头说 那黑吾现在做什么 晴梅听后顿时笑了 于是转天 晴梅约了阿岛前来 阿岛跟晴梅道歉 自己没考虑周全 就在网上发起了影迷会 哪知跟晴梅一起来的 那位小瘦瘦的同伴 咳嗽了两声 然后慷慨激昂的 说出了黑吾的台词 还做出忍者的手势 原来他就是队长黑吾 这下阿岛可惊呆了 没想到黑吾 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隐私 被大家知道 还主动上了阿岛的节目 而且在节目中 表现的特别欢托 说到激动处 还站起来咆哮 把晴梅都给听笑了 最后阿岛问黑吾 有没有话要对朋友说 黑吾说 不管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我都很喜欢 感谢你一直保护我 照顾我 真的非常谢谢你 而晴梅笑着笑着 就掉下了眼泪 爱情凶猛 友情温良 凶猛过后 遍体鳞伤 温良宽厚 细水流长 走自己的路 看自己的风景 别人问你路在何方 你告诉他 哪条路的终点 都是死亡 喜剧明星阿使 经常和师傅来深夜食堂 师傅想吃松饼 店里恰好没材料 阿使就跑出去给师傅买 结果老板做好松饼后 师傅就看上了阿使的玉米狗 非要跟阿使交换 阿使不愿意 师傅就趁其不备 抢了过来 之后师傅就经常来深夜食堂 吃玉米狗 玉米狗就是香肠 包上玉米浆和果粉 炸制而成的食品 简单好吃 而食客们都是师傅的粉丝 经常去剧场 看师傅表演 茶炮饭三姐妹却怒目相对 但当茶炮饭三姐妹听说师傅的徒弟 竟然是电视明星阿使后 顿时很感兴趣 说阿使又帅 浅词造句还有品味 简直是男人中的极品 哪知师傅不乐意了 说阿使虽然帅 但是那个特别小 三姐妹听了很是无语 师傅每天都会在剧场表演 而阿使有时也会来听 看师傅的表演 还是会让他笑出来 然后师傅俩就出去吃饭 哪知有两个粉丝 认出了阿使 还让师傅给拍照 师傅心里很不爽 故意没拍他们的头 但又有很多粉丝围过来 纷纷求签名求合影 看着徒弟风生水起 师傅心里落差很大 两人来到师傅的老情人的店里喝酒 结果师傅又喝醉睡着了 阿使问老板娘 对比自己小的男人 有没有兴趣 老板娘说 你又没那个胆 结果两人就干柴烈火了 于是师傅就跑到深夜食堂 大骂阿使睡了自己的女人 还给了阿使一巴掌 大骂阿使防势不行 而阿使也怒了 过去要撕打 结果被老板淋了一杯凉水 说要炒去外面炒 然后师傅说 你被逐出师门了 而阿使说 我也早就受够你了 之后师傅总是喝得烂醉 徒弟们喊他上场表演 他也不上了 某天阿使来给老板道歉 老板说 你师傅最近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也不工作了 阿使说 师傅口无遮拦 大家都很讨厌他 老板说 看来你师傅也该退休了 阿使突然说 自己以前是练格斗的 成绩很不错 但后来眼睛被打伤 视网膜脱落 从此他一蹶不振 甚至不想活了 后来在居酒屋 遇见了师傅 师傅请他喝酒 还把醉倒的他 带回剧场休息 而当他醒来后 就看到师傅在台上表演 然后领了薪水 就招呼大家去喝酒 阿使很羡慕这种生活 于是就拜了师 老板听后说 这么说来 也该轮到你 回馈你师傅了 之后师傅受邀 参与了一部 深夜连续剧的演出 本色出演一个色老头 大家都很爱看 说他的表演很到位 在网上关注他 讨论他 还有很多人 跑去剧场看他表演 而此时阿使 也来店里吃东西 师傅故意大声说 最近还有电影导演 来找我拍电影呢 说我可不能输给年轻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女人 而老板端了个玉米狗过来 对阿使说 这是你师傅请你的 师傅站起来说 我才没有义务 请这种混蛋吃东西 老板说你应该感谢 你能出演电视剧 是因为阿使 向导演推荐了你 然后师傅就坐下 不说话了 试图俩从店里出来 阿使说我就是稍微提了一下 师傅还嘴硬说 我这么老了 你非得给我找活干 阿使说还不能让您 这么快想轻浮 于是师傅就嘎嘎的笑了起来 笑脸相对 翻脸成仇 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坚如磐石 但人与人之间的脆弱 一触即溃 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 多上心 少上头 方可天长地久 房产中介公司的崇美 特爱吃深夜食堂的炸猪排 他每次来吃炸猪排 都会执毛衣 那些都是织给他喜欢的人的 而这次的毛衣 是织给一位客户的 哪知这位客户 突然带着女朋友来店里吃饭 崇美顿时傻了 当客户走后 他让帽子叔帮忙 拆掉了毛衣 帽子叔说 你只是暗恋别人 就给他织毛衣 你这孩子也太心急了 于是崇美失落地离开了 帽子叔说 这孩子受了打击 没事吧 老板已经见怪不怪 说他很坚强的 早就习惯了 果然十天后 崇美高兴地 带着公司的晚辈来吃饭 漂亮女同事 怕长肉不吃饭 他们要了三份炸猪排 崇美显然是对旁边的同事 栗子君有兴趣 鲜嫩的猪排上桌了 来自炸猪排很有名的 四日式的栗子君 吃了一口 说老家的炸猪排 浓郁 适合下饭 老板的炸猪排 清淡 适合下酒 而某天下班后 崇美就将织好的毛衣 送给了栗子君 而栗子君收下了毛衣 对崇美表示了感谢 小叶对崇美说 你应该告诉对方 你喜欢她 但崇美说 既然她收下了 就表示接受我的心意了吧 雪鱼姐说 何必搞这么麻烦 直接跟对方说 你喜欢她就好了 又不是小孩子了 正说着 崇美的同事小白走了进来 苦恼的崇美 就让小白 帮自己打听一下 栗子君的想法 于是小白答应了 他让崇美教她编织 说要织条围巾 给喜欢的女孩 之后崇美就真的开始 教她编织 崇美问小白 帮她打听没有 小白骗她说 栗子君不是不喜欢 那件毛衣 只是不喜欢那个颜色 于是崇美很兴奋 她准备再给栗子君 织个蓝色的毛衣 而小白跟老板吐露实情 说前些日子 栗子君跟她说 她已经跟漂亮女同事交往了 漂亮女同事 嫉妒崇美送的毛衣 就把毛衣给撕破了 栗子君还拜托小白 帮她扔掉那件毛衣 小白说 她之所以想学编织 就是想把那件毛衣补好 说挺可惜的 而老板说 这种事情瞒不住 还是早点挑明了好 于是某天 小白就约了崇美和栗子君前来 然后她穿着那件毛衣出现 说栗子君 已经和漂亮女同事交往了 崇美顿时明白了一切 尴尬的拎着毛线离开了 小白追出来说 这件毛衣很温暖 我很喜欢 崇美说那又怎样 这毛衣已经不重要了 然后就伤心的跑了 之后崇美就每天努力工作 给客户介绍房子 看着别人恩爱的样子 她心里非常酸楚 某天她喝了一夜的酒 早晨来到深夜食堂 说自己以前总给人织毛衣 确实好奇怪 说自己简直是个笨蛋 说她以后再也不知东西了 而老板说 小白之前来店里修补那件毛衣 说这毛衣充满了崇美的心意 所以拼了命也要修补好 而崇美仿佛看到了 小白认真修补毛衣的样子 她顿时感觉到了爱情的滋味 顿时哭了起来 吓得老板忙问怎么回事 然后崇美就冲了出去 跑到公司 她对赶来公司的小白说 我一直是个外贸协会的人 但是我听老板说 你在修补那件毛衣 我很受打动 崇美顿时焕发了光彩 说我也喜欢你 然后两人就在一起了 他们经常去吃炸猪排 顺便执毛衣 这次崇美给小白织了个毛裤衩 我了个去 这穿上得多次样啊 当理想找不到的时候 可能就在你脚下 当爱情找不到的时候 可能就在你身边 可惜爱情这东西 总是无可奈何 爱着不爱你的人 却被你不爱的人爱着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姑嘴白下次见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接着介绍 让人内心温暖的美食篇 深夜食堂第四集 四五六集 羽工先生是位物理学家 每次来深夜食堂 都点蛋包饭 他总是一边吃 一边看科学文献 是典型的科吧 而旁边的漂亮女孩 优奈 看到他鼻子上 沾着番茄酱 不禁笑了 礼貌的提醒羽工 羽工忙不好意思的擦掉了 两人出门时下着雨 而优奈就好心的 跟羽工分享一把雨伞 哪知羽工 却看着他的伞朝了迷 说了一句香槟瓶子 然后就跑到旁边的派出所 在玻璃上写起了方程式 那正是西格斯例子前例 该理论的图形 正如香槟酒瓶的平底 但他写完后 沮丧的说 这怎么带回去啊 于是优奈就用手机 给他拍了下来 并让他继续写完 避免忘了 于是羽工就继续解题 但是这位警察朋友 你不是流浪诗人吗 怎么跑这里当警察来了 而转天 羽工就跑去 优奈工作的店里道谢 原来优奈是一位陪酒小姐 羽工见女孩心情不好 问她怎么了 结果得知优奈养的鱼死了 于是羽工就陪优奈 为那条鱼举行了葬礼 然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晚上两人就去深夜食堂吃饭 摄影军问 羽工先生是带优奈出场吗 羽工问出场什么意思 摄影军忙说 难道你们在交往 而羽工拿起摄影军 鼓刀了半天 也没弄好的魔方 咔咔几下就拼好了 众人一片惊呼 某天优奈来到深夜食堂 他拎来一袋子食材 请求老板教他做蛋包饭 哪知优奈心灵手小 很有厨师天赋 炒饭煎蛋 很是利索 做的蛋包饭非常不错 得到老板的夸奖 这是他特意为 爱吃蛋包饭的羽工做的 而羽工吃了爱心盘蛋包饭 感觉非常满足 摄影军等人很是艳羡 眼镜让茶泡饭姐妹学着点 茶泡饭姐妹狡辩说 要是有对象 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而羽工说 他和优奈同居了 因为优奈是韩国人 所以他还想去韩国 跟优奈的父母见个面 但羽工的父母 却反对这桩婚事 因为存在文化差异 语言隔阂等问题 但羽工激动的说 恋爱本身是自由的 就得有冲动 有激情才对 而之后 羽工一直劝说父母 但父母仍是不同意 而某天优奈来到食堂 说他要结束现在的工作了 他做陪酒小姐 就是为给开饭店 赔钱的父亲还债 现在终于还完了 而他父母也准备 再开一家饭馆 于是老板就说 他请客 庆祝优奈完成了一件大事 优奈很高兴 但也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某天下雨时 慌张的羽工 跑到了深夜食堂 说优奈留下一封信 回韩国了 信里写着 优奈的父母 也反对这门婚事 但他抛不下父母 所以就回韩国 帮父母开饭馆了 羽工非常伤心 他拒绝父母 给安排的相亲 整日埋手于科学研究之中 某天两个时刻 认出羽工 是日本第三位 拿下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他们看到羽工 很爱吃蛋包饭 其中一个说 在首尔 有一家饭馆的蛋包饭 跟老板做的一个味道 说那是老板娘 在东京学的 而羽工听到此事后 立刻想到了优奈 于是他打听了饭馆地址 飞到了韩国首尔 而优奈 正在忙碌的为客人 做拿手的蛋包饭 但是这位背对着我的客人 你不是流浪诗人吗 我了个去 你怎么一会是警察 一会是诗人哪 而此时优奈 就看到了羽工 他忙跑出来 跟羽工见面 羽工激动地说 优奈 我不能没有你 但哪知优奈说 他父母还是无法接受 说我们要是生在 同一个国家就好了 然后他亲了羽工一口 就跑了回去 哪知羽工不屈不挠 跑到店里去吃蛋包饭 优奈的妈妈 给他端来大酱汤 羽工翻着字典说 您做的汤真好吃啊妈妈 优奈的妈妈说 小伙子 你也太心急了吧 之后 羽工就一边在首尔 做科学研究 一边为了征得 优奈父母的同意 天天去吃蛋包饭 吃泡菜 喝大酱汤 而流浪诗人 还念了两句诗 鼓励他说 爱无国界 请激流涌进 而羽工就信心满满的计划 一直在这里耗下去 直到优奈的父母同意 爱不分国界 爱不懈贫富 爱不论门第 爱不管年龄 总之 只要有爱 三阳开态 某天帽子输 打麻将输了个精光 说对方 不愧是麻将大神 摄影君问 那他岂不是很有钱 帽子叔说 如果你知道他是赌神 你还会跟他玩吗 正说着 这位麻将大神走了进来 还带着个孩子 他给孩子点了个 看着好吃 吃起来也好吃的 玉子豆腐 大神说 这孩子是他前女友 推给他的 写了张字条 说是他的儿子 大神拿了些钱 给老板说 如果孩子自己来了 就给他弄点吃的 老板答应了 而大神打麻将 确实厉害 一会儿糊一把 一会儿糊一把 旁边桌 有个小年轻叫河马 排气也很厉害 他很想挑战大神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半夜时分 父亲还在打麻将 小神就自己来到深夜食堂 吃玉子豆腐盖饭 一会儿功夫 性感的小绿走了进来 他看到小神的 玉子豆腐不错 就问他好吃不好吃 然后小神就很绅士的 推过去给他吃 小绿也不客气 端起来吃了一口 感觉非常好吃 他问小神 爱不爱吃布丁 小神说喜欢 小绿说 下次带他去吃布丁 而老板问小神 要不要到二楼睡个觉 而小绿说 他去陪小神一起睡 凌晨时分 小绿醒来 老板请他喝了一杯 感谢他照顾小神 而大神打了通宵麻将 来到深夜食堂 也感谢小绿 帮自己照顾孩子 大神对老板说 小绿很像小神的妈妈 他问老板 小绿做什么工作 老板说 在酒店工作 而小绿接了个电话回来说 要带小神去吃布丁 大神忙说 那我请客 我们先一起吃个饭吧 哪知小绿说 大叔不要随便凑热闹好吗 大神一听 很是忌妒 然后小绿就和小神去吃布丁 小绿说 自己的父母在闹离婚 说不久 我就要和你一样了 我们果然是同病相怜 他抱着小神 感觉很温暖 半夜时分 大神来深夜食堂 将小神接回家 他说 我知道这样对孩子不好 说下周有个比赛 等比赛完 我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某天 河马过来跟大神打招呼 说他很期待和大神的比赛 而小神 看到小绿竟然和河马 在一起勾肩搭背的走了 他感觉很是伤心 老板说 那个河马原本是牛郎 是个吃软饭的坏小子 但赌博本领很强 大神说 我看小绿已经不在酒店工作了 老板说 那一定是被河马 骗到能赚更多钱的地方去了 此时龙阁的小弟阿健 推门而入 来接大神去赌场 原来这个赌局 是阿健等人开的 赌桌上的河马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大神问他 将小绿介绍到哪里工作了 河马说 小绿的工作挺赚钱的 没有我 他就活不下去了 大神说 可以麻烦你放过那个女孩吗 河马拽拽的说 那种女人给你也没关系 但你得赢了我 而其实小绿 现在做的是上门小姐的工作 宾馆的客人 直接找他们上门服务 而大神也开始认真打牌 他想让小绿脱离苦海 于是他使出浑身本事 开始他赢了几局小的 还遭到河马的嘲笑 说屁呼也呼啊 结果后来大神呼的牌 越来越大 而且整场比赛 除了他呼 别人就没呼过牌 排局结束 大神起身要走 河马哭丧着脸说 能不能再跟我打一圈呢 但大神没理他 而阿剑给大神送上了丰厚提成 而河马输了牌 被找他来打牌的黑道人物 给赶走了 他再也不能回这块地盘了 而小绿突然跑了过来 大神本以为小绿要感谢自己 哪只小绿却扑过来 嘶吼着让大神把河马还回来 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大骂大神 哪只小神突然大喊道 你是个大笨蛋 小绿顿时呆住了 然后一句话没说 出门走了 而小神给了饭钱向老板致谢 然后带着大神离开了 但是他们却遇到了小警察 他说您就是著名的麻将王大神吗 大神心里紧张 以为是聚众赌博的事暴露了 哪只小警察是来通知他 违反了儿童福利法 因为大神无法好好照顾小神 所以小神被安置到收养机构了 所爱非人仍要爱 所做饥饿依然做 人各有各的活法 但不要伤天害理 也不要作践自己 某天 果书店的老板精神恍惚的来到深夜食堂 要了两个酸梅和一杯烧酒 他说老板做的酸梅和他妈妈做的味道不一样 还说他自己无论怎么腌 也腌不出妈妈做的味道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了 而他刚刚吃完母亲腌的酸梅 他伤感的说酸梅吃完了 他才意识到母亲真的离开了 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 没过两天 果书老板就住院了 是初期糖尿病 他总坐在医院里发呆 而漂亮护士 总是对他很关心 很照顾 而果书老板出院后又来到深夜食堂 大家很关心他的病 他说病好了 但总胡思乱想睡不着 说毕竟我是单身 我要是突然死了 都不知道谁能给我办后事 雪鱼姐说 那就找个比你小的结婚 让他给你送葬 果书老板很纠结的说 我死后 我收藏的黄片被发现可怎么办呀 握了个去 怪不得你瘦的跟干狼似的呢 帽子叔说 那你扔掉不就得了 哪知果书老板说 他舍不得 说有些是特意找来珍藏的 然后他请求老板说 如果您哪天来我店里买菜 发现我死了 就请您潜入我家 帮我偷偷扔掉好吗 老板顿时一脸的生无可恋 而当晚 果书老板就做了个噩梦 他从梦中惊醒 突然听见妈妈的声音 说快开门让我进去 果老板吓得体肆晒康 说妈妈您不是死了吗 他妈妈说 我有东西忘拿了 快放我进去 但果书老板根本不敢开门 转天老板就变得失魂落魄的 客人来买菜都招呼不周了 于是他跟大家说了这件事 客人们纷纷猜测 他妈妈有什么东西忘拿了 此时小兽手来到店里 说要和老板每年都会 酿一大罐的梅子酒 于是吃货们纷纷举手想喝 而果书老板突然啊的一声大叫 然后冲了出去 吓得小兽手心脏差点停掉 然后果书老板就抱来一瓶梅子酒 说是他妈妈酿的 他觉得他老娘就是想要这个 说已经在母亲邻前供奉了一杯 他问大家要不要喝一杯 帽子叔说 我可不喝 我怕你娘把我带走 而小兽手说 那我来一杯 然后其余人也都举手说要喝 那梅子酒特别好喝 众人都给喝光了 但哪知半夜时分 果书老板的老妈又来了 果书老板沮丧的说 难道不是梅子酒啊 而大家都很奇怪 不是梅子酒那会是什么 而小霞说 不是他妈妈想接他走吧 而此时警察老爷 正在店里吃韭菜炒猪肝 他是搜查专家 于是带着大家去果书老板家搜查 而帽子叔找到个东西 上面写着个秘字 原来那是一本春宫图 是老辈子人给女儿做性教育用的 并当做女儿的嫁妆 是一种风俗习惯 果书老板将这东西拿去菩提寺 供奉了一下 之后他妈妈就再也没出现了 老板说 这是你老妈 放心不下你 过来告诉你 快找个好对象呢 于是果书老板感觉很温暖 他宣布今晚他请客 让大家尽情喝 而转天 那位医院的护士来到果书老板的店 说他是特意来看果书老板的 说他很不放心 果书老板 果书老板顿时激动不已 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这缘分有点离奇呀 而某天他老娘又来了 果书老板说 我已经有对象了 您就放心的走吧 然后他老娘就踩着滑板滑走了 全剧中 多少沉缘未了 多少缘分未到 所以辗转反侧 所以心急火燎 不用担心前途 因为努力了就不会后悔 也不用烦恼爱情 因为烦恼了也得不到 爱情运不好 不要烦躁 事业运能带动爱情运 只要事业步步高 爱情就一定会到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果斗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 为什么小饭馆总是人爆满的电影 深夜食堂第四季 七九十集 嘉惠小姐每次来深夜食堂 都会点一人小火锅 每次都吃的热火朝天的 五花肉 金针菇 白菜 加紫鱼高汤一起煮 简单 却味道后食芬芳 而帽子叔和嘉惠小姐 以前是同学 帽子叔问要不要喝一杯 但嘉惠说她还得去汽车旅馆打工呢 帽子叔说 嘉惠以前是附近鞋店家的女儿 长得特别漂亮 说当时嘉惠被导演看中了 但却没有走红 后来就嫁了个有钱人 雪鱼姐说 看她现在的样子不像嫁个有钱人了呀 是捏造的吧 帽子叔说 我也是听说的 毕竟四十年没见了 她说那天 她看到嘉惠一路小跑 跟着个男的 请求对方吃可乐饼 但那个男的似乎很冷淡 然后眼尖的嘉惠 一眼就认出了帽子叔 两人热情的打了招呼 然后嘉惠就赶紧去追那个男的了 于是帽子叔就怀疑嘉惠 养了个小白脸 结果嘉惠听后感觉很好笑 说那男的是自己亲弟弟的独生子 弟弟死后连葬礼钱都没有 所以这个侄子就将他喊了过去 这之前 他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这个侄子了 侄子跟他父亲一样 不学无术 妻离子散 还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于是嘉惠就让他住到自己家里 还尽心尽力的照顾他 但这人每天就是喝酒大游戏 还弄得满屋狼藉 而嘉惠却每天都去旅馆打扫卫生 心情又努力 之后他还带侄子来吃一人小火锅 一个劲让侄子多吃 还说自己一会儿要去打扫卫生 帽子叔看不过去 对他侄子说 你就不能帮你姑姑去做卫生 哪知对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 快饶了我吧 然后起身要走 还跟嘉惠要钱去喝酒 而嘉惠就乖乖的给他掏钱 帽子叔气愤的说 你没工作还要钱喝酒 你要脸吗 结果他却被嘉惠骂了一顿 说他多管闲事 嘉惠追过去给侄子一张招聘的报纸 但侄子却什么工作都看不上 嘉惠说 我年轻时也追求过不切实际 虚无缥缈的东西 想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 但到头来根本什么都留不住 但他侄子哪里肯听 拿了钱就去喝酒了 而嘉惠又去旅馆辛苦的打扫卫生 而当他回到家 却发现家里的柜子全都开着 他的银行卡存折都不见了 都被他侄子偷走了 帽子叔很生气 大骂嘉惠的侄子不是人 哪知嘉惠又来吃小火锅 嘴里还哼着歌很开心的样子 老板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嘉惠笑着说 这项链是我侄子给我买的 亲自送来给我当生日礼物 还说果然是血浓于水啊 帽子叔不愤的说 他把钱还你了吗 哪知嘉惠说 那个不重要了 帽子叔说 嘉惠你就醒醒吧 以前的你美丽又独立 但你现在被亲情牵着走都盲目了 哪知嘉惠说 自从侄子来后 我才又体会到为别人工作的快乐 我还想谢谢他呢 还说帽子叔没家人 每天喝个烂醉 才是可怜虫呢 结果帽子叔受了伤害 低头不语 嘉惠见帽子叔伤心了 就跟他说抱歉 还装了一碗菜给他吃 而帽子叔就高兴的吃了起来 突然嘉惠接到个电话 说侄子因为偷朋友家的东西 还搞诈骗 被捕了 之后他侄子就去坐牢了 而嘉惠还经常去监狱探望他 大约半年后 嘉惠突然带了个孩子来 说是侄子的儿子 说侄子的前妻要嫁人了 孩子无家可归 所以就由他来照顾 他让老板给孩子多弄点肉吃 然后老板就给孩子 做了一大盘的肉 孩子狼吞虎咽的吃起来 嘉惠在一旁恶呵呵的伺候着 还说自己很荣幸 能有个孩子来照顾 之后帽子叔感叹 嘉惠从不看脚下的路 老板却说 也许他想看到的是另一番风景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每个人的幸福也不同 靠自己的双手 能生存的前提下 感觉舒服快乐就行 钟种先生 每次吃火腿肉饼都感慨无限 老板做的火腿肉饼很正宗 跟他小时候吃的一个味道 他说小时候跟弟弟玩黑白棋 谁输了就去买火腿肉饼回来吃 但那不是他亲弟弟 是继母带来的孩子 不过四年后 父亲又和继母离婚了 所以他只和这个弟弟 做了四年兄弟 老板问 那您弟弟现在在哪里 钟种说 自从分开后 他就不知弟弟的去向了 钟种是一位律师 还开了家律师事务所 但因为老婆刚刚去世 年纪也大了 所以他开了35年的律师事务所 下个月即将关门了 此时电视里播报新闻 因为要建设奥运场馆 所以要拆除一些建筑 但一个老头 却说什么也不搬走 朝着记者和政府职员 扔东西大骂 而钟种一看 这人正是自己 亿父亿母的弟弟 摄影军说 奥运会场地建设 要拆除一些老旧公租房 这个人是租的房子 却不搬 肯定会被强制执行 而钟种先生 又来吃肉饼 传统的火腿肉饼 说好怀念过去呀 雪鱼姐说 总美化过去的日子 永远不会变美好 最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 钟种赞叹道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雪鱼姐被称为小姐 心里非常高兴 之后钟种就跑去看弟弟 但是当弟弟 向他这边看时 他却退缩了 他对老板说 自己找到弟弟了 老板很为他高兴 他说小时候 总用黑白旗赢弟弟 弟弟总是去买火腿肉饼 结果零花钱不够 就去勒索同学的钱 因此被父亲暴揍 但弟弟却没把自己说出去 钟种说 那时候自己也没跟父亲 承认自己的错误 因为他怕被父亲讨厌 怕父亲像抛弃母亲一样 抛弃自己 老板说 这么久的事情 您还记得呀 钟种说 这件事就像我心头的 一个农包 老板给钟种倒了杯酒说 农包放着不管 可能变成破伤风 钟种听后很受触动 所以他又来到弟弟楼下 弟弟要用水泼他 他喊出了弟弟的名字 弟弟顿时愣住了 之后兄弟俩就来到深夜食堂 吃火腿肉饼 滋滋啦啦的滚油声 是如此温馨 兄弟俩吃着 儿时味道的火腿肉饼 感慨万千 弟弟很佩服钟种 成了律师 而钟种就劝弟弟 赶紧搬离工作坊 说那地方早晚会强拆 但弟弟嘴硬说 那就让他们试试看 于是钟种拿出了 两人小时候玩的黑白棋 说如果弟弟赢了 他就请弟弟吃肉饼吃个够 说若是自己赢了 就让弟弟搬家 于是弟弟同意了 然后两人就玩起了黑白棋 但哪知弟弟已经不是小时候了 最终弟弟赢了 弟弟高兴的像个孩子 而钟种却跟弟弟道歉说 小时候你被父亲打 我却没敢帮你 但这次我会帮你 跟政府谈搬迁款的事情 说我已经给你找好了新家 房租很便宜 或者你也可以搬来和我一起住 我们可以过老年生活 一起下下黑白棋 但弟弟突然哭了 他说他从不敢奢望这种生活 最终弟弟喝得摇摇晃晃的 搂着哥哥走了 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简单的快乐 之后钟种果然给弟弟 要了一大笔搬迁费 但哪知弟弟并没有搬去和哥哥同住 因为弟弟用这笔搬迁费 去赌了一把大的 结果赢了一笔巨款 买了带泳池的豪宅 还邀请钟种搬过去住 我了个去 感觉这不像深夜食堂的编剧风格呀 改变总是很痛苦 但结局总是很值得 不改变已经无路可走 改变了就像割掉了肉 但只要命留下来 肉还会再长够 第四季的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春天时 一群人护送摄影军来到深夜食堂 摄影军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打的奖金 原来那是他赌马赢的大价 他说他不小心买错了马 哪知因为竞争激烈 领先的马摔倒了 连带着其余的马也摔倒了 结果摄影军押的马拿了冠军 摄影军激动的说 今天他请客 老爷说我们是公务员 不能吃请 全小姐说 这是友情的邀请 老爷同意了 摄影军将那笔钱交给老板 说要吃寿司 老板说想吃寿司到其他店吧 但摄影军非要在老板这里吃寿司 于是当小叶和雪鱼姐来到店里时 发现众人在欢乐的吃寿司 还专门请来了寿司店的师傅 于是他们也开心的 一起享用寿司大餐 而老板没事可干 负责给他们烤鱼 不过之后的一年时间 摄影军就再也没赢过钱了 而夏天时 一群人正在深夜食堂 开心的吃西瓜 结果卖风铃的大叔拉车而过时 突然停电了 然后老板就给大家点上了蜡烛 眼界说 这有点试探大会的感觉 小瘦瘦的同伴说 我最喜欢鬼故事了 小瘦瘦说 谁来讲个鬼故事听听 西庄哥说 我来讲个真事吧 他说那是他祖父的亲身经历 说60年前的夏天 祖父跟同事在同事家喝酒 酒喝没了 他们感觉很口渴 祖父的同事 突然提议去偷个西瓜 然后两人就跑到附近的瓜田 每人偷了一个西瓜 然后就沿着铁轨往回走 去的时候没注意 返回时才发现 铁轨旁边有个墓园 他祖父看了一眼墓园 突然眼前闪过一道亮光 一辆电车急车而来 他祖父下意识地滚到一边 但他的同事却不见了 怎么喊也没人答应 这个时间根本不会有电车的 他祖父很害怕 就抱着西瓜回了同事家 他正准备把西瓜洗一洗 却突然看到同事 满脸鲜血地站在那里 刚讲到这里 龙哥就受不了了 他感觉头脑发麻 周围的人都变成了厉鬼 吓得他大叫一声摔倒在地 而此时也正好来电了 龙哥亮亮呛呛地跑出去 吓得双嘴发软 阿剑在他后面投笑 没想到凶狠的黑社会大哥 竟然害怕鬼故事 而秋天时 发生了女追男的爱情故事 小警察肚子饿了 跑到外面吃面 哪只喜欢小警察的外卖女孩 很气愤地走过来 小警察还以为自己不点他家的菜 他生气了呢 哪只女孩要亲自给他煮面 此时马路上警笛声响起 小警察忙借口要去执勤 跑开了 这份炙热的爱 他还是接受不了 秋天虽落叶逝去 冬天迫不及待的登场 摄影军发誓 明年春天一定再赢个大奖 而今天又是跨年夜了 小瘦瘦又来吃跨年必吃的荞麦面 吴女玛丽莲和男友也来吃荞麦面 荞麦面煮好 放上海带和葱丝 看起来很有胃口 吃的小瘦瘦摇头晃脑的 一会儿功夫 茶泡饭三姐妹和小夜也来了 他们带着行李 三四个要在这里吃荞麦面跨年 西庄哥说 荞麦面容易断 在跨年夜吃荞麦面 抑郁断绝今年所有的灾厄 据说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这样了 小夜说 怪不得新年夜不吃Q弹的拉面呢 正说着龙哥和阿健也来了 而美智流又抱着一盒年夜菜 来给大家吃 众人都拍手叫好 因为美智流的厨艺不比老板差 而在派出所里的小警察和老爷 还有全小姐 也在一起吃荞麦面跨年 新年钟声响起 三人一起喝面汤庆祝 护道新年快乐 请多指教 一群人聚在深夜食堂里 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别有一番热气腾腾的快乐和幸福 凌晨时分 众人一起离开 挥手散去 美智流到对面的胡仙排位前许愿 祈求今年一切顺利 而众人都散去后 高级料理老店的老板娘 才独自前来 为老板收拾残局 老板很不好意思表示感谢 而老板娘很羡慕老板身边 有这么多好客人围绕 说一定是老板人缘好 老板谦虚的说 我就是做些大家喜欢吃的东西而已 而老板娘说 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做新年参拜 哪知老板坑吃坑吃的说 今天要在店里做大扫厨 老板娘听吧 很无奈忧愿的离开了 而老板突然想明白了 老板娘是喜欢自己 自己不能错过爱情呀 于是他忙追了出去 但老板娘已经消失不见了 老板正沮丧时 突然雪花从田而降 飘飘洒洒 很是漂亮 新的一年就此开始 第四季中 时光总是在你注意时走得很慢 却又在你不经意时 疏然走远 莫回头 回头就代表心有不甘 向前看 你所有的路都在前面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深夜食堂第五季 一二集 爱穿红色西装的赤井 来到深夜食堂 他听说你点什么 老板就能做什么后 就点了一份鸡肉炒饭 将鸡肉丁和洋葱丁在油锅里煎一煎 然后倒入番茄酱 再倒入米饭 最后放几颗青豆 这样香喷喷的鸡肉炒饭就做好了 赤井看了一眼觉得很不错 吃了一口更是感觉美味 但他却把青豆扒拉到一边 说他从小就不爱吃青豆 他边吃边说 很难再找到这么传统的鸡肉炒饭的店了 于是从此以后 他就经常来店里吃鸡肉炒饭 而龙哥的小弟阿剑 看了赤井留下的名片 才发现赤井 就是那位有名的游戏开发者 开发过很有名的游戏 茂子叔说不就是个游戏吗 莫米先生说 他开发的游戏全世界都在玩 老板说电视台要给赤井制作一部纪录片 说想在深夜食堂拍摄一组镜头 之后电视台的人就真的来深夜食堂拍摄了 记者采访了依旧穿着红色衣服的赤井 还包括他在公司带领团队研发游戏的视频 赤井是在高中时接触的电子游戏 游戏是他逃避现实的手段 之后就成了游戏高手并开始开发游戏 纪录片播出后立刻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他说深夜食堂的鸡肉饭是他小时候的味道 说他小时候过生日时就吃鸡肉炒饭 纪录片里还提到赤井是个孤儿 所以之后就冒出许多自称是赤井亲妈的人来认亲 无非就是想要赤井的钱 弄得赤井很致郁闷 而茂子叔说老板也很郁闷 因为老板以为纪录片一播出 深夜食堂会挤进来许多人 所以准备了好多食材 结果却没有人来 但正说着突然有人进来 说是看了赤井的纪录片找来的 他是一间小酒馆的老板娘 老公五年前过世 也没有孩子 那天他在店里看到了赤井的纪录片 当他看到赤井小时候的照片时 立刻知道赤井就是他的儿子 他说他想吃老板做的鸡肉炒饭 说他以前总给自己的孩子做鸡肉炒饭吃 还问赤井是不是经常来这里 老板说赤井已经好多天没来了 原来赤井最近很忙 新游戏即将上市 他天天加班 但却总是bug不断 疲惫不堪的他来到深夜食堂 吃鸡肉炒饭 而酒馆老板娘也在店里 老板介绍说 这位女士是看了你的纪录片 来吃鸡肉炒饭的 突然老板娘哽咽的说 对不起孩子 说你父亲之前有妻子和一个孩子 但我还是生下了你 结果你父亲却离我们而去 而我的家人也跟我断绝了关系 我只好独自抚养你 但根本找不到工作 这对于20岁的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所以我就想带着你自杀 自杀前就带着你去了一趟游乐场 但看着你的笑脸 又舍不得让你死 那时候你去做旋转木马 而我就自己离开了 而赤井说 那最后你也没自杀是吗 真是太恶心了 他说我没有母亲 他抛弃了我 根本就不算是我的母亲 老板娘难过的说 我确实没权利做你的母亲 说完就离开了深夜食堂 他临走时说 你穿红色衣服最好看了 新衣 而新衣正是赤井的本名 老板给赤井做了鸡肉炒饭 这次青豆是单独放在上面的 老板说 刚才的那位女士说 你不爱吃青豆 但是青豆单独放在上面 你就会吃了 赤井哽咽着说 我被找到的时候 兜里揣着一张纸条 写着我的名字 新衣 而且我是在旋转木马那里 被找到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老板说 你母亲这半个月 每天都来等你 但她显然很害怕 她也许知道自己 没资格来见你 赤井吃了一口鸡肉炒饭 突然哭了 说她被救时 穿着一件红色夹克 她一直穿着它 直到她破的不能再穿 因为她想让妈妈找到它 她边哭边吃着鸡肉炒饭 她那时候是多么希望妈妈来找它呀 可是妈妈一直没出现 之后赤井的新游戏发布了 莫米先生和阿剑 通宵的玩那款游戏 累得合不上眼了 但他们却感觉这游戏很过瘾 阿剑想感谢赤井 做出这么好的游戏 问赤井什么时候来 老板说赤井已经找到 能做出更美味的鸡肉炒饭的地方了 此时赤井来到了那间小酒馆 老板娘看到赤井非常激动 有些诚惶诚恐的递过去菜单 赤井说给我来瓶啤酒和一份鸡肉炒饭 老板娘忙端上啤酒 要给赤井倒酒 赤井说我自己来吧 我现在很饿 老板娘忙激动的去做炒饭 她边做边抹着眼泪 赤井望着母亲的背影 心里感慨万千 原谅不原谅 日子还得过下去 能被原谅的终于喜笑颜开 无法原谅的终究耿耿于怀 能被原谅的很幸运 不被原谅的也很正常 无耻的人不值得被原谅 无奈的人尚可体谅体谅 将芝士条包裹在鸡胸肉里 然后裹上蛋液面糊和面包屑 放到油锅里炸 就成了美味的芝士炸鸡胸 雅达先生最爱吃这道菜 而雪鱼姐和鲑鱼姐都很相信星座 经常在一本杂志上看星座运势 他们问雅达先生信不信星座 雅达先生说他也信 他在一家编辑部工作 同时也是一名作者 此时漂亮又可爱的女孩光子 来到店里也点了芝士炸鸡胸 因为他是水瓶座 而那本杂志上的星座运势里写着 水瓶座今天的幸运食物 是芝士炸鸡胸 鲑鱼姐忙问雅达说 您也吃芝士炸鸡胸 您不会也是水瓶座吧 雅达先生不好意思的说是 原来雅达也看了那本杂志 冒子出说这种杂志 男人一般是不会看的 光子说我从高中起就看这本杂志 说作者小左老师太厉害了 星座预测的很准 特别是关于爱情 雅达说我们两个水瓶座的人相遇 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于是光子就邀请雅达 去自己打工的酒吧玩 而雅达已经对光子一见钟情了 之后他果然去了光子的酒吧 光子白天在设计公司工作 晚上在酒吧打工 偿还学生贷款 而两人又聊起了星座 光子说他一直相信小左老师 而这期的杂志写着 水瓶座的人会有新的邂逅 光子希望是真的 于是两人就热络的聊在了一起 之后雅达就经常去看望光子 但光子对他并不是很感冒 所以他很苦恼 老板问最近的星座运势怎么说的 雅达说最近火星跟金星靠得很近 所以水瓶座的人要额外小心 接着他突然说 其实那本杂志上的星座预测 是我写的 我就是小左老师 老板很是惊讶 雅达说很多在大公司工作的人 都相信星座 所以他就开始研究星座运势 但并没有人知道那是他写的 哪知正说着 光子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那是光子的同事 光子高兴的对雅达说 我看到杂志上写着说 水瓶座有爱情运 真的很准啊 原来光子在和这个中年男人谈恋爱 雅达顿时郁闷难当 那是他故意写的有爱情运 是希望光子爱上自己 哪知他却爱上了别人 很快 茶泡饭三姐妹看到杂志上写着 结束上个月的恋情吧 当心男人的谎言 他可能有妻儿 正说着 光子郁闷的进来 哭丧着脸说 那个中年男同事耍了他 说他已经有妻儿了 茶泡饭姐妹顿时惊呆了 连说太准了 原来雅达先生跟踪了那个中年人 发现对方有老婆孩子 还有其他情人 所以就写了那些话提醒光子 而雅达先生郁闷的问老板 自己该怎么办 老板说 你经常点芝士炸鸡胸 是因为你喜欢吃 那既然你喜欢 为何不跟光子直接表白呢 于是某天 茶泡饭姐妹又在读星座杂志 上面写着 对于水瓶座来说 一个重要的异性 会穿着条纹衫出现在你面前 这人可能就是你的真爱 正说着光子走了进来 是雅达邀请他前来 要跟他表白的 见光子还没走出伤心 雅达说 其实全心全意爱你的人 也许就在你身边 说着就站起来脱掉西装 里面正是一件条纹衫 三姐妹惊呆了 顿时惊呼 条纹衫 哪知雅达刚要对光子表白 突然进来一个帅小伙 也穿着条纹衫 三姐妹又是一声惊呼 条纹衫 而光子两眼冒光 紧紧盯着帅小伙 雅达在旁边喊他 他也听不见了 光子问小伙 为什么穿条纹衫 小伙说 我洗的衣服还没干 就只有这一件了 光子一脸的爱情在冒光 三姐妹说 这就是命中注定呀 小左先生写得太准了 于是雅达先生郁闷的离开 摄影军追出来安慰他说 别相信星座那些东西 那玩意儿不准的 而此时 也是水瓶座的小警察 正在吃宵夜 外卖女孩面对他 突然扯开衣服 里面是一件条纹衫 小警察顿时生无可恋 全剧中 爱上不爱你的 和被你不爱的人爱着 究竟哪个痛苦 其实没人爱和没人可爱 都是缺爱 而缺爱会让人运气变坏 漂亮的人才能相信 缘分天注定 普通人必须主动 才能获得爱情 跟着星星走 不如跟着感觉走 因为当你爱上谁 你的心就会颤抖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总能让你明白点道理的 深夜食堂第五季 三四季 这天 小瘦瘦和帽子叔 还有摄影君 点了用味噌和醋调味的 萤火油和腌制鱿鱼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此时进来一个老大爷 问新宿新艺术表演在哪里 老板说 就在附近 哪知老大爷突然就瘫倒在地 原来老大爷是饿过头了 于是老板赶紧给他盛了饭菜 老大爷特喜欢吃腌梅子 而此时三个孩子 捡了个手机 叫到小警察手里 而执着的外卖女孩 又在外面等着见小警察 小警察提醒他 牙上有菜叶 哪知他却跟小警察玩对手指 小警察顿时浑身一哆嗦 外卖女孩冲他露齿一笑 呃 这也太无媚了 经过询问得知 老大爷叫梅公 是舞女玛丽林 高中时代的老师 帽子叔刚刚带着梅老师 去看玛丽林的脱衣舞表演 正表演到高潮时 梅老师大喊 九号学生 坚也真离子 那正是玛丽林的真名 玛丽林顿时愣了 她赶紧跑到深夜食堂 来看梅老师 玛丽林很高兴 梅老师还记得自己的学号跟名字 而老板又给玛丽林 考了她最爱的鱼卵 玛丽林说 高中时所有的女同学都不喜欢她 嫌她太风嫂 只有梅老师对她好 还经常在午餐时间 偷偷给她一个梅子饭团 说那味道真的好 玛丽林问梅老师的妻子怎么样了 梅老师说她妻子很好 还经常给她做梅子饭团 梅老师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于是玛丽林就邀请梅老师 去她和男友住的地方住 梅老师很高兴 然后师生两人就像孩子一样 一路欢喜的回家了 转天玛丽林就带着梅老师 去逛了东京晴空塔 梅老师还给妻子买了条围巾 然后玛丽林就将她送到车站回福岛 哪知正说着 帽子叔带着梅老师走了进来 梅老师见到玛丽林高兴的说 九号学生兼野真离子 好久不见了 众人都很不解 帽子叔说 梅老师刚才站在剧场前 看着玛丽林的海报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看来是患了失忆症了 梅老师说 真高兴玛丽林能在东京努力工作 玛丽林问梅老师饿不饿 梅老师说 我今天刚从福岛过来 什么也没吃 玛丽林让老板给梅老师做碎梅子饭团 而梅老师让老板再做个血鱼饭团 说玛丽林最爱吃血鱼饭团 没想到老师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 玛丽林非常感动 梅老师说 当年玛丽林从高中辍学 要来东京做舞女 根本不听 玛丽林回忆起往事 不禁有些伤感 老板将烟梅的切碎和米饭混合 再加些芝麻搅拌 最后捏成梅子饭团 梅老师吃得很香甜 晚上玛丽林又带梅老师回家住了一晚 她问梅老师家里的电话 但梅老师似乎不愿意说 此时小警察走了进来 问梅公先生在不在 然后就挤进来两个人 管梅老师叫爸爸 原来这两个人是他女儿 小警察说梅老师的手机丢了 而且手机也没电了 所以打不通 梅老师的女儿说 母亲两个月前过世了 父亲就变得很迟钝 并开始失忆了 而玛丽林突然一指门口的女人说 梅导律 而梅导律不屑的说 好久不见 当父真离子 原来梅导律是玛丽林的同学 高中时就是梅导律带头 孤立玛丽林的 梅导律在疗养院工作 负责护理梅老师 之后梅老师的女儿 就将梅老师带走了 而玛丽林和死对头梅导律 坐在了一起 玛丽林问他们是怎么找来的 梅导律拿出一张报纸说 梅老师失踪那天 这张旧报纸落在了疗养院 那是玛丽林刚做舞女师 接受采访的报道 她在报纸上说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 没想到梅老师一直留着这张报纸 而梅老师总跟梅导律说 玛丽林在东京找到了理想工作 她很高兴 梅导律还嫉妒的说 我跟梅老师相处的时间比你多 但她最关心你 她从来没给过我梅子饭团 说完梅导律要离开 但玛丽林说 哪有不吃东西就走的 然后就跟老板要了碎梅子饭团 两个老同学尽是前嫌的吃了起来 之后玛丽林总带着梅子饭团 去看望梅老师 而在此工作的梅导律 总看见师生俩快乐的吃饭团 师者传道授业解祸也 三者有一可谓师 但有些道不正 业不经 祸无解 何以为师 教书者降 育人者师 解祸者导师 而用心以待者 亦有粮食 将鸡翅划几刀 然后腌一下 裹上面粉在油锅里炸 这样很流行的炸鸡翅就做好了 大家集体啃着炸鸡翅 感觉很是壮观 而美女千赫 劝美女同事 忘了父亲男友 说在派对上认识的有钱人都靠不住 两人走后 眼镜说 那个千赫是拍性感照片的模特 十年前很出名 时不时在杂志上出现 而千赫看着一群摄影师 围着两个穿泳衣的美女拍照 心里很是郁闷 因为已经没人愿意拍他了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休息时 色经理笑眯眯的 对另一个年轻貌美的模特说 他已经给他联系了 拍广告代言的工作 说总裁很喜欢他 那女孩非常高兴 而千赫问经理 自己的视镜有没有消息 经理说 你没被选上 说我可以给你找个其他工作 就是拍写真集 但千赫说 我不拍裸照 经理说 你都35岁了 这不做那不做 你要做什么 一心想帮大款的美女同事说 明天下午6点 有个有钱总裁们参加的派对 邀请千赫一起去 派对上 两人看着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事 身边围着许多男人 两人很是嫉妒 然后美女同事就跑过去 找有钱人聊天了 千赫感觉自己岁数大了 没人对自己有兴趣 哪知有个男人认出了他 说自己是千赫的粉丝 说在高中时就看千赫的写真 还说他很激动 能遇到千赫 说这个派对的主人 是他的大学同学 三个星期后 千赫就带他来到了深夜食堂 吃老板做的炸鸡翅 他吃的赞不绝口 而茶泡饭三姐妹悄悄议论说 这人是一家IT公司的金社长 身家不菲 在互联网界很有名 金社长吃的很带劲 但千赫说他不吃 说一会儿还有拍摄 金社长连夸他敬夜 他看到千赫盯着自己脸上的痣 说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个痣 但自己一直留着 说他想做自己 还说若是几年前 自己是没有勇气跟千赫说话的 他有了自信 然后金社长就接到个电话 要去忙工作了 他想用信用卡付账 老板说小店只能收现金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手表 给老板当饭钱 千赫盲说他来付 让金社长赶紧去忙工作 金社长忙道谢离开 然后千赫说 老板给我来五个炸鸡翅 他说吃炸鸡翅的样子不好看 他不想让金社长看到 毛子叔说 你上次不是说有钱人都靠不住吗 千赫说上次我说错了 有钱人也有诚实的 一会儿他就收到了金社长的短信 说他现在要飞札幌 三姐妹说 现在没航班了吧 千赫说他坐私人飞机 金社长让千赫明天下午坐飞机 去札幌找他 说明天是他的生日 于是千赫兴奋的要命 不知该买什么礼物好 而转天 金社长就收到一个大号礼品箱 打开箱子后 千赫就破壳而出了 然后还给金社长唱了生日歌 金社长有点懵 千赫忙说 我是不是太夸张了 但金社长鼓掌说 他从来没过过这么有创意的生日 说他很感谢千赫 随后两人就到床上 交流了一会儿感情 某天千赫又去深夜食堂 吃炸鸡吃 千赫说 我从来不会在金社长面前吃炸鸡吃 因为我不想让他讨厌我 我想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但老板说 你用别人的标准活下去的话 就会失去自我 三个月后 帽子书发现金社长公司的股票又涨了 没敢解问千赫 是不是要和金老板结婚了 千赫不好意思的说 还没有 美女同事说 很可能很快就结婚了 千赫说 他一直很忙 所以我们没什么时间说话 哪知正说着 金社长走了进来 还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金社长朝着惊愕的千赫 点头打了招呼 摄影君说 那女孩是个当红模特 金社长说 那个年轻模特想吃这里的炸鸡吃 千赫惊愕的问 你的质怎么没了 金社长说 我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次了 想做不一样的自己了 而那个年轻模特则畅快的吃着鸡吃 一点也不担心影响形象 而且金社长说 他很喜欢他吃鸡吃的样子 还说 若是两年前 我是不敢跟你说话的 但现在 我有点信心了 没敢解 打抱不平说 你不能玩弄千赫的感情 哪知金社长说 当你看到更好的 你就去追 我觉得这很正常呀 他对千赫说 你也是因为我优秀 才跟我在一起的 不是吗 千赫说是的 谢谢你 金社长 但那不是真正的我 我是假装成那样的 然后他起身结账 他对老板说 我已经知道 该怎样按照自己的标准 活下去了 之后不久 千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部 裸体写真集 随后就辞去了模特工作 接着他就去考了个 礼品包装师的证书 然后就用拍裸体写真的钱 租了个店 叫人包装礼品 而且有很多学生 因为他设计的礼品包装 非常漂亮可爱 老板给他端来 他最爱的炸鸡志说 现在你终于做成最合适的自己了 千赫说是的 我终于明白了 不能让别人主宰自己的人生 全句中 好不容易生而为人 干嘛要被别人主宰人生 散去千金钗 换来每日笑 粗茶淡饭一活命 知足最重要 生命是体验 富贵买不到 人生当逍遥 但几人能做到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嘴白 下次见 有偶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有酒有肉 也有故事的日剧 深夜食堂第五季 五六集 深夜食堂没有面包 所以想吃三明治 就得自己带面包 小谷先生 拎了面包来 要吃炒面面包 将面条和圆白菜 和香肠一起炒 然后将面包切开 抹上黄油 再将炒面放进去 就成了炒面三明治 这种吃法 有点像大饼卷米饭 就馒头的吃法 但小谷先生 却吃得津津有味 小谷先生 是个成功的商人 开了一间 猫咪咖啡馆 今天他很高兴 因为他高中的球队 要参加全国棒球锦标赛了 他很为母校高兴 还说自己上高中时 也曾是棒球队的 不过只是替补 说他高中时的同学 现在是棒球队的教练 突然 新宿黑道大哥龙哥 给小谷倒了杯酒 跟他喝了一杯 原来龙哥高中时 也是棒球队的 而且是主力选手 但球队都闯入了 甲子园决赛了 哪知他因女同学 受流氓骚扰 而打了一架 结果球队被取消了比赛 然后他就辍学了 小谷先生说 他的教练同学横川 曾答应过他 一定要将球队 带进甲子园球场 说着说着 就激动的哭了 他让老板给大家上酒 他来请客 从此他每天都和人去喝酒 每次都喝得大醉 大家都奇怪 小谷先生怎么了 说他从来没喝得那么醉过 某天小谷先生 在棒球练习场打球 但是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 他突然看到龙哥也在打球 而且打得非常好 力道十足 坑墙有力 龙哥说 你打得太烂了 姿势也不对 打球要坚持训练才行 某天小谷又来吃炒面三明治 还将体育杂志上 介绍他同学横川教练的文长 给老板看 他说高中毕业后 他和横川都来东京上了大学 有一次两人 还徒步走回了老家高支县 直线距离有600多公里 老板很是惊讶 小谷说 当时横川在大学打棒球 弄伤了肩膀 他很沮丧迷茫 当时横川说 如果我能走回老家 我就能继续打球 即使成不了职业球员 也可以当高中老师 把学生带进夹子园球场 那次他们在店里 买了仅剩的一个炒面三明治 然后两人就一分为二 掰开分着吃了 那次他们感觉 炒面三明治特别香 小谷说 那次横川坚持走回了家 而他半路拉肚子 又返回了东京 他说 自从大学毕业横川 回老家当了高中老师 他们就没见过了 还说自己欠横川的钱 也没机会还了 老板说 那你何不给高中棒球队捐钱呢 参加全国锦标赛 要花很多钱不是吗 小谷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 于是他真的给高中棒球队捐了款 但某天 雪鱼姐发现 小谷先生的猫咪咖啡馆停业了 不知怎么回事 此时两个阴郁的人走进来 问小谷先生在不在 老板说 最近一直没见过他 然后两个人就离开了 龙哥说 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不是什么好人 原来小谷先生生意失败了 朝高利贷公司 借了一百万日元 然后失踪了 雪鱼姐说 他前段时间每天都喝醉 可能是因为生意失败了 很绝望 而龙哥吃着心爱的章鱼小香肠 一句话没说 而某天 小谷的同学横川教练 突然来到了深夜食堂 说他们的球队 在全国锦标赛里失败了 没能闯进甲子园决赛 还说小谷去找了他 也跟他说了欠债的事情 还说他们约好了 在这里见面 正说着 龙哥就带着小谷走了进来 小谷依旧拎着一袋的面包 让老板给做炒面三明治 小谷说 说为钱自杀太傻了 接着他就在棒球练习场 遇到了龙哥 而龙哥帮他出面 延长了高利贷的还款期限 还因为龙哥的面子 对方捡了不少利息 小谷感谢龙哥的救命之恩 而横川向龙哥表示 他一定会督促小谷还上债务 小谷很不解横川为何这样 小授手说 小谷先生你太无知了 若你不还债 龙哥是要负责任的 因为龙哥给你做担保了 小谷听了顿时沉默了 他感觉龙哥真够义气 横川看到炒面三明治笑着说 当年他和小谷走回老家 只有一个三明治 小谷将三明治掰开 说我不饿 你爱运动一定很饿了 然后就将大的一半给了横川 小授手说 这故事听起来还挺感人的 而现在横川将大的一半递给小谷说 我相信你能渡过这个难关 现在轮到我来支持你了 小谷一句话没说 结果三明治 一口口的认真吃了起来 那像极了他们年少时的样子 圆月三两日缺月挂西楼 人生不如意时之八九 诗意纵相随得意两三回 即便人生困苦 切莫碌碌无为 开理发店的上元夫妻俩 最爱吃炒蘑菇和烤三文鱼 将蘑菇放在锅里 加入一块黄油煎炒 将三文鱼放在火上温烤 很快就香飘四溢了 上元先生来自长野县的大山深处 小时候经常去采蘑菇 所以特爱吃蘑菇 而妻子小时候家里总吃三文鱼 所以他特爱吃三文鱼 而妻子明天就要去上海旅行一周 说终于可以畅快的吃螃蟹了 知识面很广的西庄哥说 现在是秋天 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季节 而上元先生要照顾理发店 所以没一起去旅行 他每晚都来深夜食堂吃炒蘑菇 帽子叔和摄影君 劝上元先生也去放飞一下自我 上元说我去玩弹珠游戏了 输了三万块 雪鱼姐说 您这飞得有点过分啊 而上元刚走 高级料理老店的老板娘 就带着自己童年的伙伴 佳赫美来吃饭 两人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 前段时间刚刚偶遇 佳赫美说 她是娇人穿和服的 说老公去年去世后 她就从关西来到了东京 老板娘对雪鱼姐说 我怎么看你越来越年轻了呢 雪鱼姐听罢非常高兴 说她的脸之所以有光泽 是因为她去刮脸了 说上元先生的刮脸技术非常好 说她的手指很温柔很舒服 于是转天 佳赫美就跑去找上元先生刮脸 哪知上元先生给她刮脸时 每次触碰她的耳垂 她就会深印起来 双脚还不自觉的崩直 明显是发情了 于是刮完脸后 佳赫美就邀请上元去吃宵夜 说自己一个人挺寂寞的 于是上元禁不住诱惑就去了 果然男人每一个好 呃不对 我也是男的 而上元的妻子回来后 给大家带了月饼 大家都挺爱吃 知识面很广的西庄哥说 我们赏月的时候吃饺子 中国赏月的时候吃月饼 而妻子很感谢上元 辛苦照顾理发店一个星期 上元忙说没什么 而某天正在工作时 妻子接了个顾客的电话 说预约明天下午三点来刮脸 说她叫佳赫美 听到这里 上元先生的剃刀掉落在地 于是客人都走后 妻子问她怎么了 说我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吗 上元忙说没有 妻子说我不会生气的 请你别骗我 而上元突然跪在地上 大声说对不起 说她出轨了 原来那天 她和佳赫美吃完宵夜 去旅馆开房了 而完事后 她看到佳赫美后背上都是纹身 她顿时吓坏了 原来佳赫美死去的丈夫 是黑社会的 妻子跟老板说 上元已经主动离开家 去旅馆住了 说这么多年 两人一直重复着 每天一样的生活 也没有孩子 所以可能生活有些无聊 她问老板 佳赫美是怎样的女人 真的漂亮到 让男人忍不住吗 老板说她也不确定 转天 佳赫美果然来到理发店刮脸 妻子说 丈夫有急事外出了 佳赫美说 那你能给我刮脸吗 于是妻子就开始给佳赫美刮脸 而佳赫美竟然刮着刮着 就舒服的睡着了 妻子生怕控制不住手中的剃刀 临走时 佳赫美很满意的说 自己还会再来的 而妻子突然说 这个店开了十年了 是我们的梦想 佳赫美问 所以呢 妻子说 所以请您以后不要再来了 佳赫美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笑笑说 那好吧 待我向您丈夫问好 然后就离开了理发店 而妻子则紧张的蹲在了地上 妻子对老板说 那个女人知道我知道了 还让我刮脸 而且还睡着了 简直太自信了 而老板则恭喜她 最后把事情挑明了 此时 上元先生也来到了店里 他再次向妻子道歉 而老板给两人 上了个西纸蘑菇三文鱼 说蘑菇和三文鱼 单独吃很美味 但放在一起吃 更美味 老板果然是用心良苦 于是妻子招呼上元一起吃 告诉他下次不要出轨了 然后两人就开始享用 美味的西纸蘑菇三文鱼了 呃 这样的老婆 有不想要的吗 之后老板娘和家贺美 也来吃西纸蘑菇三文鱼 家贺美悄悄告诉老板说 上元先生那方面一般 但手很灵活 哪知老板娘就吃醋了 把老板叫到一边 此时上元和妻子 一看家贺美在里面 就去别家吃饭了 而深夜食堂里 就噼里啪啦的 扔出了许多餐具 看来老板娘的醋劲 还真是不小 全剧中 家有贤妻 夫不做横事 家有先妻 夫浑身无力 若开始撒谎 必定潦草收场 信任是婚姻的基础 但爱才是婚姻的脊梁 有爱才会相看两不厌 爱消失了 还有责任 若责任也烟消云散 那不如一别两宽 好了 我要去买菜了 咕嘟白 下次见 呦吼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 温暖人心的美食日剧 深夜食堂第五季 七八集 这天两个女孩 寻寻觅觅的 找到了深夜食堂 她们点了炸豆腐乌冬面 于是老板就给她们 精心制作了两碗炸豆腐乌冬 两人脸上露出笑容 然后就开始对着乌冬面许愿 保佑她们能在试音中 得到一个角色 帽子叔问她们是做什么的 女孩说 她们正在努力成为 动画配音演员 明天有一场试音 所以才对着炸豆腐乌冬许愿 因为她们听说 老板做的炸豆腐乌冬 能给人带来好运 说她们的一个朋友 就是吃了这里的炸豆腐乌冬 试音就成功了 眼界说 这碗面也许真有神奇之处 因为老板总拿炸豆腐去拜狐仙 两个女孩顿时笑了 然后开心的吃起面来 边吃边说味道好极了 而老板又将炸豆腐 放到对面的狐仙神龛上 祈求狐仙保佑 但哪知两个女孩 试音并没有成功 她们很失望 不过女孩春菜 是最终四个候选人之一 而女孩秋名 被一家娱乐管理公司看上了 帽子叔说 这说明炸豆腐乌冬还是灵验了 老板给两人端上了 双份炸豆腐乌冬 说是特别款待他们 两个女孩很开心 大约半年后 女孩秋名来到店里 又要了炸豆腐乌冬 老板说 听春菜说 你找到了配音员的工作了 秋名说 我加入了一个配音演员的偶像组合 只有演唱会和粉丝会 没有配音的机会 所以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 老板说 那已经很棒了 秋名问春菜 来过没有 老板说 春菜有时兼职完 会来这里 他问你们没见过面吗 秋名说 他俩已经很久没见了 秋名说春菜一直试音失败 他越给春菜鼓劲 他就越糟糕 所以两人就渐渐疏远了 而春菜正兼职做客服工作 每天要说很多话 还要道很多歉 中午吃饭时 他发现秋名在社交媒体上 发的偶像组合的照片 秋名笑得很开心 这让春菜又拥起了一丝伤感和自卑 老板问春菜 是不是还点炸豆腐乌冬 他摇头说 不点了 说我许愿也没用 而此时 有个甘狼一样的大哥 进来点酒喝 那人是个漫画家 现在有些过气 而且还刚刚失恋 而春菜认出了他 说是他的忠实粉丝 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漫画书 那是漫画家出版的第一本漫画 已经绝版 是春菜花了三万日元 从网上拍卖来的 为此春菜存了好久的钱 漫画家很是感慨 春菜说 他读过漫画家所有的书 还有他每周发表在阶梯杂志上的漫画 漫画家遗憾的说 我现在已经不发表了 春菜问他为何不画了 他说画不出来了 说出版社也快跟他解约了 说与其画出糟糕的作品 还不如不画 而春菜突然说 只有你画出来 才会知道糟糕不糟糕 他说我试音总失败 我也曾自我怀疑 但我还是一遍遍的试 因为只有你做了 才会知道结果 漫画家说 你说的对 但是真相总是很伤人 说着就替春菜结了账 然后摇摇晃晃的走了 某天春菜又来吃猪肉套餐 老板问他工作怎么样了 春菜说 我的试音总不成功 我的经纪公司 可能也快跟我解约了 老板拿出一本漫画 那是漫画家的作品 上帝的味噌汤 老板说漫画家很感谢春菜 说从春菜身上学到了 除非你行动了 否则永远不会知道结果这个道理 而漫画家也才有动力 重新开始画画了 漫画家还让老板 交给春菜一个试音广告 原来是上帝的味噌汤 要拍成动画片了 正在招募配音演员 于是春菜就高兴的去参加了试音 而秋明也来参加试音 两人又为了同一个梦想来考试了 但曾经的好朋友 此时却变得有些陌生 秋明的配音很不错 很专业 得到了招聘人员的认可 接下来春菜上场了 配音内容是鼓励人要坚持下去的话 春菜因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失败 有了许多感悟 所以她的配音感情很充沛 最后连她自己都陷入了自己的情绪中 但她试音完刚要走 招聘人员却让她再配一段 声音放低鞋 春菜很高兴的又配了一段 结果她就以优异的表现被录取了 而秋明真心的恭喜春菜被录取 她伤心的说我太沮丧了 试音总是不成功 她说但我会努力赶上你的 春菜愣了 她突然鞠躬说对不起 说自己以前嫉妒求名 极度自卑 才导致那么久的朋友疏远了 于是两姐妹又紧紧拥抱 和好如初了 之后动画片播出了 大家都觉得春菜的配音非常棒 老板又给两人端上了炸豆腐乌冬 两人都觉得老板的炸豆腐乌冬 果然很灵验 酒是酿出来的 油是榨出来的 孙悟空是石头孵化出来的 不经苦难哪来甘甜 除非你爸妈有钱 不经煎熬哪来舒畅 除非你家里有矿 这天有个小伙要吃咖喱拉面 于是老板按照要求 给小伙做了一碗咖喱拉面 小伙吃后非常赞叹 小伙叫华山 他听说这里什么都能做 所以慕名而来 而蔬菜店老板 见咖喱拉面好吃 馋得不行 但他做护士的漂亮老婆 不让他吃 因为蔬菜店老板有糖尿病 华山在游戏厅工作 某天他看到一个熟人 于是他就喊出了 对方的名字秀一 原来两人是高中同学 晚上他们来到了深夜食堂 华山说秀一 以前是学生会主席 还是校足球队队长 非常受女生欢迎 华山那时很崇拜秀一 华山问秀一 现在做什么工作 秀一说 自己正在积蓄力量 准备出击 这意思显然就是没工作 但咖喱拉面端上来后 秀一很高兴的说 这是高中时 他最喜欢吃的 他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吃着吃着 突然开口朝华山借钱 华山二话没说 就借了他两万日元 秀一说 等我赢了跑马 双倍还你 帽子叔和小霞 感觉有点不对劲 觉得秀一不是个踏实人 但哪知下次 华山跟帽子叔说 秀一已经把钱三倍还给他了 但帽子叔和西装哥 还是希望他小心点 正说着秀一走了进来 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他说想让女朋友尝尝咖喱拉面 他女朋友吃了 觉得很不错 觉得再加点芝士会更好 于是华山就让老板 给加了点芝士 然后他就加起 粘丝丝的咖喱芝士拉面 高兴的吃起来 觉得美味无比 而帽子叔和西装哥 感觉年轻人的花样 就是多 但其实秀一根本没工作 还要靠女友给钱花 女友让他去便利店面试 他也不去 说那种工作不适合他 女友很是无奈 某天华山应邀 去了秀一女友工作的酒吧喝酒 说因为自己工作努力 要被调到另外一个游戏店 当店长了 秀一女友很为他高兴 他问华山为何那么仰视秀一 说华山有稳定工作 比秀一强多了 但华山相信秀一 一定会好起来的 但没过两天 他却看到秀一被高利贷追债 强迫他还钱 不还钱就让他去卖身 华山忙跑了出来 将自己的积蓄给了高利贷 替秀一还了一部分钱 高利贷感慨着友情真美好 晃悠着走了 而秀一对华山说 其实我不太记得你了 我连毕业年册都丢了 郁闷的秀一 跑到深夜食堂喝多了 叫嚣着 我不用他帮我 我也能马上把钱还上 老板说 你只是在利用华山 你是那种没有自信 只有自大的人 承认自己的软弱没关系 跌倒了也没关系 只要能诚实做事 还是会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老板劝人的话 总是很经典 之后羞愧难当的秀一 就失踪了 华山和秀一的女友 每天都来店里等他 已经等了两个月了 小霞感觉这种爱情友情 可真美好 但秀一的女友 不想再等了 说秀一可能和别的女人跑了 哪知他刚要离开 秀一就闯了进来 他上来就把华山的钱还给了他 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包住宿的工作 说他一直在工作 他要了三碗咖喱拉面 然后说自己白天工作 晚上就去做保安 他见两人很不可思议 就说我一直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 性格也不够成熟 而现在我终于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他还让华山不要再仰视他了 而华山说 其实我不是华山 我是华山的弟弟 其实是我哥很仰视你 可是他在去参加同学聚会的路上 出车祸死掉了 秀一的女友问他为何冒充哥哥 华山说是秀一弄错了 我才将错就错的 而且我这么做 会让我更加了解我的哥哥 说现在看来 我哥果然没看作人 秀一你真的很棒 而秀一也突然想起 第一次吃咖喱拉面 是在华山家吃的 是他的同学华山给他做的 于是秀一决定 改天去祭拜华山的坟墓 然后他们三个就开心的吃起咖喱拉面来 全剧中 还知道廉耻的人还有救 不知羞耻的人面目丑陋 走投无路才知路多难走 无路可走才恨能力不够 好高悟远不如安分守己 想出人头地先要脚踏实地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猴 大家好 我是清风乍起 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深夜食堂第五季 九十集 也是最后两集 神剧结尾 值得一看 某天深夜食堂 来了两个说粤语的人 他们要了瓶啤酒 然后将手机照片给大家看 问见没见过此人 大家都说没见过 然后他们让老板扫码付啤酒钱 老板说扫不了 他们无奈 只好从鞋跟里掏出纸币付了账 帽子书说 这不会是曾跟日本黑帮 火拼过的香港黑帮的人吧 大家都说看上去很像 而此时 他们要找的人 正在教外卖女孩如何扔面碗 告诉他要腰不用力 于是外卖女孩猛地将面碗甩出去 稳稳当当地 落在了小警察的桌子上 外卖女孩非常兴奋 小警察更是惊诧佩服 然后小警察就带他来到了深夜食堂 跟老板说 这人想吃玉子烧 于是老板就给他做了甜甜的玉子烧 那人一吃感觉非常好吃 说跟他父亲做的差不多 最后小伙付了400日元 但他刚要走 老板提醒他说 前两天有两个人来找他 让他小心点 那人表示感谢 说自己姓李 然后就离开了 之后李经常来深夜食堂 吃玉子烧 博学多闻的西庄哥 还用别角的中文 问对方喜不喜欢 李说很好吃 帽子书问西庄哥 从哪里学的中文 西庄哥说 他曾教过中国留学生日语 顺便学了些中文 此时龙哥和小弟阿建进来 对李说 那两个黑帮正朝这边过来 你赶紧去二楼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 在这里受欺负 而西庄哥赶紧带李 上二楼躲避 此时那两个人走了进来 阿建拦住他们 那两人用翻译软件 跟大家说日语 说我们帮需要李 他是我们大哥 众人一听 我们帮 那肯定是黑社会了 而那两个人 又用翻译软件说 我们不是黑帮 我们是他手下 此时李出来说 他们不是黑帮的 他们是我的电影的制作人员 原来李是一名导演 而那两个人是制片人 龙哥很不好意思 错怪了他们 于是请他们吃章鱼小香肠 那两人说 他们找到新主演了 让李赶紧回去面试 李答应下周一回去 原来以前的演员 因片酬问题霸演了 而李受够了这一切 一怒之下来到了日本 之后大家发现 李的酒量很好 烧酒随便喝 而西庄哥给李做翻译 说李的父亲 是著名的武侠片导演 李想翻拍父亲 当年没拍完的电影 但他没信心 是否能拍好 他害怕别人 将他和父亲做比较 他怕给父亲丢脸 而茶炮饭姐妹就鼓励他说 那么多导演都在拍烂片 你有啥不敢拍的 感觉茶炮饭姐妹 说的太对了 李说 他父亲当年 没拍完的那部电影的主演 是个日本男人 但后来他突然回日本了 从此音讯皆无 他父亲想找 但根本找不到了 大家都说 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 很难找到了 此时小瘦瘦和同伴 来深夜食堂吃饭 听说李也爱吃甜的玉子少 小瘦瘦很高兴 他听说李是香港来的导演 顿时有些不自然 没敢解问那部电影是讲述什么的 于是西庄阁翻译说 中国明朝时期太监专权 杀害了很多忠臣 某天他们追杀一个大臣的家人 最后将一家人围住 哪知一个叫小宁的小太监站了出来 他曾受那大臣的恩惠 所以他想报恩 而且他是个武林高手 用一把剑干掉了那群死太监 而且李还摆了个pose 念出了台词 我终于能变回我自己了 哪知小瘦瘦越听越激动 也摆了一样的pose 用中国人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众人都感到很惊讶 而小瘦瘦就赶紧跑了出去 李忙追了出去 他喊道 小宁真的是你吗 我爸做的玉子烧是你教的吧 小宁忙说别看我 然后跑掉了 李问小警察 小瘦瘦是男是女 小警察说 我想都是吧 然后就招呼李进去喝杯茶 凌晨时分 小瘦瘦来到了深夜食堂 老板给他做了烤茄子 小瘦瘦说 当年他在酒吧工作 遇到了李的父亲 李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电影的演出 而小瘦瘦就爱上了很有才华的李的父亲 然后小瘦瘦就跟他去了香港 那时李的父亲刚离婚 而李刚出生不久 但那部电影因资金不够而停拍了 而李的父亲也突然对小瘦瘦没了兴趣 于是小瘦瘦就黯然返回了日本 老板说 李很没有自信拍父亲的电影 希望小瘦瘦能开导开导李 而在李离开前的最后一晚 大家都来为李践行 而小瘦瘦送给李一张照片 众人一看都惊呆了 年轻时的小瘦瘦简直太帅了 李看着那张照片感慨颇多 小瘦瘦说 你父亲只爱你和电影 所以加油吧 而老板为庆祝李的电影开拍 要请所有人吃玉子烧 大家都很高兴 说老板从来没这么大放过 三个月后 李的电影开拍了 拍的正是小太监大战重太监的戏 休息时 李给小太监讲了讲戏 而小太监正在琢磨戏时 旁边一大哥说 宦官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才舍弃男身的 是不幸和可悲的产物 原来这人正是流浪诗人 过了个去 您这浪的有点远呢 他对小太监说 如果你不能明白这点 表演就不会深刻 而此时管服装的人 对流浪诗人说 你穿错衣服了 赶紧去换 流浪诗人一听能当群演 立刻高兴的去换衣服了 往事总会烟消云散 漠然回首 几多遗憾 过去已经过过一遍 不必一再追忆从前 人注定要往未知里面走 多留些时间 思考未来的路 那样你就能多一些勇敢 又快到新年了 两个穿着动物服装的人 再发传单 有个人拿他们开玩笑 半狗的要跟对方打架 被半兔子的给拉住了 然后半狗的就邀请兔子去吃面 而半狗的竟然是阿健 哎呦我去 黑社会不好混了吗 都开始兼职了 阿健感谢兔小姐拦住了自己 否则自己会被扣钱了 阿健跟帽子叔感慨 赚钱真难 还一个劲夸赞兔小姐 工作非常认真 而老板给他们做了奶油烤意面 吃起来非常棒 帽子叔很关心 今年的新年螃蟹怎么样 老板说 他已经托朋友 弄了些上好的螃蟹 而雪鱼姐 让阿健带兔小姐来这里吃饭 让他尝尝老板的手艺 而荞麦面店的老板娘的儿子清太 又来吃炒乌冬面 他很郁闷 自从妈妈同意了 他和比自己大15岁的女友 沙芝在一起后 他妈妈就越来越喜欢沙芝了 因为沙芝做的荞麦面 比他做的好吃多了 客人们专门来点沙芝做的荞麦面 而且外卖订单也增多了 大家都取消清太的位置 被沙芝取代了 而发完传单后 阿健就邀请兔小姐 去深夜食堂吃东西 但兔小姐有些犹豫 因为兔小姐其实在前面出现过 跟姐姐一起 专骗男人的钱 深夜食堂的西装哥和眼镜哥 都曾被姐妹俩骗过 后来姐妹俩被抓 蹲了三年牢 刚放出来不久 兔小姐怕老板认出来 就用围巾遮住了脸 阿健问兔小姐吃什么 兔小姐还没说话 老板说 还吃土豆炖牛肉是吧 原来老板已经扔出了他 他忙站起来 给老板鞠躬道歉 于是老板又给他做了 他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肉 他终于又尝到了久违的味道 他说姐姐出狱后 就回北海道老家了 而他到处也找不到工作 只能半兔子发传单 阿健让他简历上 不要写坐过牢 但兔小姐说 他不想再骗人了 而小警察也开始练习扔碗 不知摔碎了多少碗 但这次竟然成功了 而此时沙芝拎着荞麦面 去送外卖 结果碰到了 比自己小15岁的男友清泰 沙芝责怪清泰 店里那么忙也不帮忙 清泰说 店里有我妈喝你就好了 还要我干嘛 说完就去深夜食堂 吃炒乌冬了 沙芝顿时气笑了 嘴里连说幼稚 平安夜时 有很多小姑娘在发传单 而一个骗子就盯上了兔小姐 说要请她做模特 兔小姐心说 我以前就是骗子 你还想骗我 哪知对方突然掏出一打的钱来 兔小姐被钱吸引 紧紧抓住不放 正在此时阿剑出现了 直接用钱砸那人的脑袋 把钱扔了一地 兔小姐自嘲的说 我明知那是诈骗 但见到钱还是无法控制自己 真是太丢人了 阿剑说我也坐过牢 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此时老板端上了鲜美的螃蟹 说这是圣诞礼物 免费吃 阿剑和兔小姐非常高兴 立刻大口吃起来 感觉鲜美无比 说这也太好吃了吧 而此时警察全小姐和老警察莫米先生 盯上了一个骗子团伙的出租屋 那出租屋里 以前也抓到过骗子 新年夜老板将沙芝喊来 帮忙做荞麦面 因为今年来吃荞麦面的会特别多 两人在里面忙碌 客人们都对沙芝做的荞麦面 抱着极大渴望 雪鱼姐说 她想吃荞麦面配天妇罗 老板说天妇罗都是买的现成的 可能不太可口 此时清太悄悄从后门说 我这里有多余的虾 正好给您做天妇罗 然后荞麦面就下锅了 众人都吃得很美味 而天妇罗也很好吃 龙哥吃了一口说 荞麦面店做的天妇罗天下无敌 果然清太正在外面 给大家做天妇罗 他顿时又找到了被重视的感觉 而此时沙芝端了两碗面出来 他早已知道 炸天妇罗的人是清太 两人忙了半天 终于能吃荞麦面配天妇罗了 沙芝说 如果我们两个少了一个 就不是真正的荞麦面店的味道了 而清太脱下外衣给沙芝披上 小两口坐在狭窄的小巷里吃着面 那画面有种说不出的温馨 突然有警笛声传来 原来是全小姐和莫米先生 抓住了出租屋里的几个骗子 那个骗过兔小姐的骗子 还朝兔小姐点头制衣 就这么着 罪恶都被新年带走了 而莫米先生和全小姐 还有小警察 一起吃荞麦面过新年 哎 警察老野呢 被全小姐甩了 伴随着新年的终声阵阵 外面又雪花飘飘了 而高级料理老店的老板娘 也来帮忙了 她要给大家做拿手的烤面食 老板给老板娘盛了口汤头 让她检验 老板娘说味道很好 看来这一对也快盛了 大家又挤在一起 快乐的共度新年 而第五季也全季中了 即便有第六季 估计也要两年后了 而至此深夜食堂全五季 包括两部电影版全部讲完 真正的全剧中 滋滋啦啦的热油 就像生活一样滚烫 絮絮叨叨的言语 就像友情一样清爽 匆匆忙忙的过客 就像家人一样温暖 热热闹闹的每天 就像昨天一去不返 众生皆是客 相逢皆有缘 宁做平凡校客 不愿多金苦脸 好了我要去吃粽子了 顾短白下次见 友喉 好 好